字幕提供 各位好 在接下來的議程呢 我們想要跟大家探討 現代處理器的一些設計考量 以及說各位在 尤其是接觸一些系統的問題 所以系統的問題 包含說編繫器 在這個過程中 勢必你會接觸到 像是Cache 還有TLB MNU 以及各式各樣的 SuperScaler Older Execution 諸如此類的議題 這是我們在這個系列 就是現代處理器的議題 想跟大家探討的 然後 我們 介紹的這個文章 我們介紹的主軸會以這篇文章為主 這篇文章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說 讓它的標題更有趣 然後就是說 用90分鐘就可以理解 現代處理器的設計 當然這個過程中 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事實上 我們過程中需要 補充必要的資訊給各位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基本上可以看到說 它基本上已經幫你 幫你畫好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Pipeline 包含說 SuperScaler Older Execution 甚至Grange Prediction 出資料的議題 再來是 包含說多核 當然這個多核 我們現在來講 是一個必要的議題 當然在20年前 這可能是一個進階的議題 但是現在來講話 這是一個必要的 甚至你可以想 就是說你身邊 到底有哪些裝置 不是多核 基本上這個裝置已經 越來越少了 再來是 像是Sindy 以及剛才在前面提到的Cash Cash對整個現代處理器的影響 是非常大的 甚至你可以看到很多處理器 比方說像我們看到這個手機 手機的處理器來講話 往往限制處理器的效能 不是因為說 單一時賣的問題 往往不是 很多時候都是說這個Cash 我們是用它叫Cash covariance 這個是在我們這個過程中 非常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在這篇文章來講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回顧好 基本上就是從20 可以說從20年前 回顧 那中間帶入很多 進階的設計議題 以及說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這樣的設計 導致後續有什麼發展 那這個 我們在為了進行方便 我們把這個議程拆成兩部分 所以在 在今天我們嘗試用 三個小時內進行 在下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預計排的是 星期四 那我們在排就是下半部 尤其跟這個軟體設計有關 那在這份共筆裡面呢 我們就是去嘗試先做導讀 因為剛剛提過 這邊文章其實沒那麼容易理解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一些背景知識 在過程中我們來看看 從一些影片開始看 第一個就是說大家可能好奇說 現在處理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畫面中你可以看到說 它是一個顯然很清楚 它是一個遊戲 那這邊用的是一個 不管是Intel處理器也好 MGS處理器也好 基本上它就是做這個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部影片呢它嘗試做什麼事情 它嘗試從這個遊戲的觀點去看 現在處理器要注意到哪些液體 當然你在畫面中已經看到非常炫力的效果 其實就是說 你如果從25年前開始玩電腦遊戲 其實想一想真的是蠻神奇的事情 像以前來講話就是 你可能有接觸過一個遊戲叫 《毀滅戰士》 那可能畫面是相對比較粗糙的 但是那給20多年前的人 很大的鼓舞 那當然今年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這個MD重版農藥 那提出非常多可的一個架構 隨後Intel也追上了 那我們現在又好奇的地方是說 像你畫面中看到這樣的一個遊戲 它到底是怎麼使用CPU的機制 以及CPU為了要滿足各式各樣的運算需求 它怎麼去設計 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單核的效能 已經很難再提升上去 所以你現在知道 現在很多處理器都是多核的 好 問題來 多核來講的話 比方說你在畫面中可以看到說 其實它包含說非常多的元件 你看說這邊來講話 這是在Intel來講第九代的處理器設計 基本上它非常多的元件 所以在Intel這個Skylake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這個電晶體分佈 那中間的話 藍色圈起來的地方是這個CPU 但實際上呢 在中間有各式各樣的Intel卡內 然後包含說 你可以看到在右邊可以看到一些 跟周邊然後記憶體 以及還有高速顯示的這個部分 然後如果你在看更細緻的話 會發生更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事實上呢 每個Core跟Core之間 還有包含說Cash 還有各式各樣的那種Buds 我們可以可以進去 所以在這部影片 大家之後可以回去再重新看一次這部影片 其實這部影片最有趣的點就是說 它嘗試從這個 從這個 電玩的角度 帶著大家去回顧 這個中間這些 這些處理器 它的那個發展是怎樣 然後我想要特別提醒大家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那麼 我們需要在意這些處理器發展的歷史 我相信很多讀理工人 可能對歷史有那麼大的興趣 就覺得 過去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看 那為什麼 我們要花那麼多時間去看過去 為什麼不是展望未來 因為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真正所謂的未來 往往都是在採著過去的經驗 過去的認知 過去的失敗 以及怎麼克服過去的這個限制 找到新的解法 這就是 其實往往這就是 我們對未來的那個想像 其實就是從這邊來的 好 那你在畫面中 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就是說 事實上呢 我們真的在意的地方 是它的所謂的這個 運算的平行度 這個 發展說軟體跟硬體 其實都一直在朝這個地方去前進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呢 還有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地方 是什麼 就是說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 有些效能比較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同樣是I7 Intel Core i7 然後它會搭配不同系列 比方說這個 4790 2700 所以事實上是怎樣 它實際上效能不同的 然後當然說 有MD的 FS8350 同樣 i5系列來講 它是個家族 所以主要 i7 i5也好 它就是 事實上是家族 所以你要看 看它真正的這個編號 以及它的配置 當然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拿這張錘器做什麼事 那當然這邊就很清楚 這個Intel I7 跟MD的這個處理器表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這個處理器的時脈 對這個操作影響 那這邊有個 前面有個對比嘛 1GHz跟這個4GHz 那當然對你來講的話 這個時間的變革 好 就會不同了 這邊呢 就看得更細 就是說從這個 處理器規格 然後看說 對這個系統影響 好 這張 這個部分很重要 所以事實上呢 你可以看到 現在處理器來講的話 它有個很重要的一個 思路 這個思路是什麼 就是我把 這個系統 就是 就是 在同樣的這個時脈 或者說 在我們更精確的說法 是在 同樣的 這個製程的工藝上 比方說我們同樣都是 40奈米 40奈米製程 或者說我們這個 14奈米製程 我們在同樣的 工藝製程上 好 製程工藝上 就是說這張頁 我在講話 我們把它切割什麼 好幾個階段 所以你在畫面中可以看到 像這個畫面中看到的這個 IF ID EX MDN 還有這個 Rideback 然後這樣的操作 我們把它拆了好幾個部分 然後呢 基本上我們想要讓這個系統 可以讓CPU做到什麼事情 我們讓時時刻刻都有事情可以做 好 當然我們等一下之後再探討 這樣你可以在畫面中可以看到 這個是所謂這個 五個Stage 的這個 PIPERINE的設計 好 那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比方說在這個框起來 這個虛線框起來部分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執行啊 扣啊 FH 基本上就可以在同個時間內 你可以有機會多做事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稱為叫CPU的PIPERINE 但是PIPERINE呢其實不是那麼理想 是 你事實上不能保證 那時刻都有事情可以做 有一些因素會導致我們這個 CPU的效能其實沒辦法被發揮 好 所以就是說 你可能知道這樣的東西叫什麼 叫做Store 好 那你想到這個Store啊 Hazard啊 然後這個很多因素 我們要繼續考慮好 那當然我們 這個 接下來我們來細緻來看吧 就是說從這個行為 好 最後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這個提取這個指定 好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第一個階段 有什麼 叫做ENSEINFETCH 好 那縮寫的話我們可以寫成IF 那你可以看到說在這個 畫面中左邊呢 可以看到什麼呢 可以看到說 NESPC 這個PC就是表示什麼 OwnCounter 好 然後呢 那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說這個路徑呢 可能比你想要做稍微複雜一點 你在畫面中可以看到有幾個議題要去看 然後你在最下面可以看到一個64K大小的 什麼 INSEINFETCH 好 那所以事實上呢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在現代處理器來講 它的設計也不是那麼單純 它不是只是 擷取這個指令 往往其實我們要考慮到它的路徑 所以在畫面中你可以看到什麼 這邊還有TLB 有這個BP 然後還有甚至什麼 涉及到這個每一個BTP 它的Branch 好 這個是我們在現代處理器一個比較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事實上 它不是那麼單純看到前面那個PIPELINE 就想著它還是怎麼一回事 往往呢 這很多時候呢 是跟什麼 跟我們這個分支預測的行為有關 好 不過我們現在有點概念 先把一些關鍵的詞 或者說關鍵的行為先搞懂 好 然後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事實上呢 我在這個 處理的過程中呢 事實上我們這個 insulting cache 就是這個 處理資料的過程中 data cache的分析 接著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叫做point counter 那point counter的話就是 事實上你也可以把它稱為叫做 instruction pointer 所以像Intel架構來講 它縮寫就寫 寫IP 那像 on的處理器呢 它就說什麼叫PC 基本上PC來說呢 就是它要指向下一道 下一道指令 當然 注意到這件事呢 跟處理器架構有關 比方說像 on的這個PC呢 它會指向下兩道 這個我們在 手機裡的on處理器呢 其實有探討過這個意思 好 不過基本上你可以概念上來說 就是說 除了我 除了我現在執行的指令外呢 PC事實上決定說 我接下來 要指向哪裡 所以 換個角度講 如果你改變PC 其實改變什麼 三四執行的標準 那接著呢 就是我們前面講到這個 intronic Fetch 之後呢 光有Fetch 不夠了 那接著第二個步驟是 decode 注意到 所以前面先把指令取出來 記住一件事 取出指令的時候呢 事實上 就是 我往往設計到Cash 現代處理器來講 要考慮到這個Cash 好 我們取出指令之後呢 下一個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去解碼 那在指令來講 會有各式各樣的編碼 然後呢 我們要去嘗試去解碼 好 像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天解碼最簡單的一個形式 就是 比方說你可以看到 原始來講的話 我有這樣的一個訊息 畫面中這個訊息 這Cat 這樣的一個訊息 然後這樣 我們要怎麼解出來呢 你可以看到 我如果用個 最簡單的形式想著 它二進位的形式長什麼樣 好 那你可以解出 從原本的Cat 然後解出 底下這一串 這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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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位表示 好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表示 但事實上呢 指令是很複雜的 我們故意忽略一些細節 那接著我們要看一下 一旦指令解出來之後呢 下一個階段就是 就是 可以去執行 可以去 就是SQ 好 這個講到SQ的時候 又很麻煩的事情發生了 注意到 這個是 現代的處理器 現代處理器 什麼事情都變得複雜 所以說 如果你以前讀過這個 白算盤書 就所謂這個 計算日主持結構的就輸了 那你會發現 過去講的東西跟 現在看到的東西有非常大的落差 這是正常的 好 但是你不要恐慌了 在畫面中來講的話 有幾個東西我們要特別去探討 比如說你在左下方看到一個 ALU 這個東西是 ARU 那你可以看到說有 有四個ARU ARU0 1 2 3 這幾個ARU 那除了ARU以外還有HU 那我們要知道一個事情是什麼呢 這個 ARU在做什麼事情呢 它就是 所謂的這個 算數邏輯單元 也就是說我們真正在做這個 做這個指令的處理 我們在前一個步驟 就在執行的前一步驟是Decore 所以就是說 不同的指令值 比方說 英天有指令 或者ARU的指令 大家都有不同的指令編碼 那 在執行這個階段非常的關鍵 關鍵的地方是說 事實上我要去思考 就除以其他去思考 玩什麼執行 而且在今天的觀點來講 我們在意的地方是如何有效的執行 記錄這範 如何有效執行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個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這個處理器的這個變革 你可以看到說 同樣是Intel這個處理器的家族 你可以看到說 從這個Sandy Bridge Haswell Skylake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它裡面在執行的觀點來講的話 它其實 它有很多層面去改變 這個改變的層面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平行度 整個我指定的平行度 其實是大幅度去提升的 所以可以看到對照看這個Sandy Bridge 跟Skylake 就是中間的跟最右邊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的Out-O的Window 這個我們等一下 我們在細字的地方再探討 所以你看到這個數值 有很大的改變 然後如果說我們看這個 Allocation Cube 就是最下面那個部分 Allocation Cube 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說 原本每個Flash可以配到 在Standy Bridge是28 那在Skylake的話 可以提升到64 所以我們要知道 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 就是在同樣的這個CPU史脈上 同時能夠執行的這個 我們稱為叫指定 或是更好的這種東西 我們稱叫MicroP 更微小指定 所以總量其實是這樣 是逐步的提升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在考慮這個CPU的時候 往往都要去思考 就要了解這些特性 以及說現在的這個處理器 處理器來講 它指定那個指定 往往都不是一道 就是像前面講過 它其實裁程非常多道MicroP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是MicroP有多少的平行 如何去提升這個MicroP執行的頻率度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 事實上呢 中間還是涉及到這個 MicroP的調度 就是我們要去 有那麼多MicroP要執行 我們要怎麼去調度 讓這個處理器可以做更有效的這個執行 這是今天在微處理器來講的話 這個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思考點 好 那接著呢 就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就是 那每一個不同的處理器 就會有不同的一個思考點 在右邊我們會注意到一個字 這個我們知道 MD的這個新的處理器 它的家族就叫Zen 就是取自於這個中文的那個殘 殘學 這種就很有意境的這個詞彙 MicroArchitecture MicroArchitecture是什麼呢 MicroArchitecture是 事實上是 銀行在這個 CQ內部的 所以你可以說 我們講架構是比較大的觀點去看 然後比如說 你可以看到說像這個 如果你熟悉 其實Intel架構的女主朋友 你可能知道 有南橋啦 有北橋 這東西叫什麼呢 就是架構吧 然後如果說我們看 CPU內部 我們稱為叫MicroArchitecture 當然說剛才前面講的 MicroArchitecture 也是在MicroArchitecture的部分 好 那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Zen的這個規格 MD的Zen的規格 基本上 事實上呢 它的這個指令呢 還是跟Intel的這個指令相同 那當然 也許會有些朋友有點納悶 這個MD跟Intel到底有什麼關係 這個問題是非常有趣 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Intel跟MD早期呢 有很多官司 尤其在這個八年年代 有非常多官司 那後來這兩方呢 就取得一個共識 這共識是說呢 這個MD跟Intel 有長期的這個交叉授權 那當然最主要就顯示在哪裡 就是指令級的部分 所以事實上 你指令級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 又把這樣的一個MD也好 Intel也好 我們稱為叫X86 X86指令級 然後Intel在一些新的一些擴充 比方說 像過去的MMX啦 SSE啦 到現在我們講 AVX啦 以及這種後續 後續的指令 那這個也會授權給MD 那同理呢 MD在一些創新上呢 比方說我們知道 這個在64位元的這個 64位元的X86指令呢 其實不是Intel發展的 是MD發展的 我們今天所用的是MD發展的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稱為叫MD64 那MD64呢 它也稱為叫X8664 X8664的這個指令 那這個東西呢 也是這樣 由MD授權給Intel去做 所以這兩家公司呢 其實很有趣的地方是說 雖然他們是競爭對手 但是在指令級的部分 會教他授權 但是呢 這兩家公司又對指令級的設計 可能又有一些擴展 所以你會知道 Intel有自己擴展 然後MD有自己擴展 好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以這個Microarchitecture的觀點來講 我們看到什麼呢 我們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 CPU可以 一次Fetch 試到X866的指令 然後呢 在這個 它的這個OP code 大家可以這樣 在Fetch的過程中 也可以做Cache 好 所以我們要特別關注的地方 是左上角 左上角看到是吧 又是4K的iCache 所以 那這個東西又跟什麼 又跟BranchPredition 所以像我們前面有提到這個 那個BTB 就是 我們在之後還會再認真看到這個 BranchPredition 不過你有一點概念 一些數理啊 像BTP啦 BranchPredition 然後再來是 取得指令之後 下一個階段就是Decode 那注意到Decode的時候呢 事實上呢 我們處理的就不是指令 而是Micro-OP 就是它一個 你想的很微細的這個指令 而且在現代的處理器 我們講這個 從Penten Pro開始 從Penten Pro開始 你可以想到Intel架構的處理器 MD的架構處理器 本質上它就是一個RISC 只是外面包了一個皮 包了什麼皮呢 就是這個 S866指令的這個解碼器 那一般來說的話 大概這個 Instrategian Decode 大概佔了將近 百分之二十的電路 那剩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電路 是什麼 就是一個非常高速的RISC 好 所以我們今天講這個 Micro-OP呢 其實就是相對於 我們剛才講過 裡面有一個非常高速的RISC 一個 一個 對應的指令 然後我們在運算的時候呢 我事實上 在之前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到 有整數跟膚點數 你可以看到說 在畫面中可以看到說 整數這條路就是紅色部分 那膚點數就是橘色部分 那如果你看得更細的話呢 比方說你可以在右邊 可以看到說 這是有什麼 這是有兩個 在這裡來講 會有兩組的什麼 FPU的就是膚點數的單元 那當然還有對應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PIPER 然後還有 它同時可以處理這個 呈 呈 呈法 還有那個架法的操作 好 然後在過程中 你可能知道一個東西叫什麼呢 就是叫 Hyper-Threading 好 所以在最右邊可以講 Tooth Thread Core 好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 前面講Micro-Architecture 再看得更細緻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在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 右邊圖 可以看到第一個是什麼 Branch Prediction 然後再來是看 iCache 還有Micro-P的Cache 然後有這個 Fetch這個指令完之後 Decode Decode完之後 在執行的階段 事實上內部是一個什麼 內部其實是一個排程器 排哪些東西呢 排這個Micro-P 那會依據這個Micro-P的這個相依性 依據它的這個影響 然後還有依據目前這個處理器 內部的資源 它會去排 所有必要的這個調度 再來是不要忽略一件事 千萬不能忽略一件事 就是記憶體的影響非常大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 現在CPU的進展 它的進步的幅度 這個處理器在這20年間 它進步的幅度是遠比這個 記憶體來的大 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過去 在提升效能的時候 往往就是我們會 比方說我們做 過去我們應該講 乘法 乘法運算很慢 做三角函數的運算很慢 所以往往我們做什麼事情 回去查表 遇到三角函數 就會去查三角函數表 遇到乘法或者除法 去找乘法表 除法表 可是現在也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現在為了要提升處理器效能 提升程式效能 在現代處理器上 往往我們做的事情是 降低記憶體的操作 也就是說 我們會把過去的那些表格拿掉 換成什麼 換成對應的這個APU的指令 像很多APU現在都可以做什麼事 可以直接做Sine Cosine Cotension Sine Tangent Tangent H 這種操作 這有一些處理的操作 往往我們這樣 用這個APU指令 有可能比你查表 回來的快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先有這種概念 然後再來是說 在現代處理器來講的話 它不是只專注在運算本身 不是只專注在通用運算本身 甚至花很多心思 在一些密碼學的部分 所以在畫面中的左下角 你可以看到什麼是 就是AES 那AES是這個 美國 美國國家安全局 去 去 徵求各界的提案 最後 定義出的這個 新一代的這個 加密演算法 那這個 它是對稱的 對稱的加密演算法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處理器來講 會花很多心思 去思考這樣的情境 讓AES 當然還包含說 其他的運算 所以甚至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你把一些關鍵字帶進去 帶什麼事 你可以打blockchain 再打什麼AMD 再打intel 你會發現說很有趣 像intel最近就宣稱 它可以針對這個加密貨幣 那當然支撐加密貨幣 背後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blockchain 它可以針對這個加密貨幣 或是它背後的這個blockchain 去做到什麼加速的效果 所以往往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今天著重 處理器發展 已經不是只是著重在 呃 持賣 也不是著重在有多少盒 往往它更在意的地方是 我能不能提升整體的運算 而且針對特定的 不管是用在伺服器 用在加密貨幣 甚至說像我們這部影片 在探討的地方是什麼 遊戲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幾個情境 那個伺服器 加密貨幣 遊戲 它其實對處理器來講 都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以遊戲來說 我們能夠預知玩家 這些電動玩家 就是電玩的那些使用者 他到底會怎麼去玩遊戲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我們有 我們能夠猜測 但是我沒辦法很精確說 它已經照著怎樣玩 如果都是固定的 那我們就看影片就好了 就不用人殘角 絕對不是 所以有電玩遊戲最棒的地方 最迷人的地方就是 它的路徑 所以往往都是你我沒辦法了解的 我們只是設定一個關卡 設定一個規則 最終到底怎麼玩 這是很難說的事情 加密貨幣更是有趣 加密貨幣的話就是 這個我們之後會來做專門的系列 來探討這個加密貨幣 我講這個 以特幣 以太幣 或者各式各樣的那種加密貨幣 比方說針對這個IoT 物聯網的那個 應用來講的話 有一個IoT 像這個之後我們來探討 但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加密貨幣 其實也是充滿 很多不確定性 具體來講的話 你要做大量的hatch 演算 具體來講的話 你要做大量的這個共識系統 所以你要做共識的演算法 要針對網路上那麼多節點 然後去做這個共識處理 再來是說過程中 你可能需要接觸大量的IoT 這個對處理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那麼說事情 要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完成 如果不能完成的話 也許這樣 這個燈幕就沒有它的效益 這是我們在現在處理器 特別思考的議題 接著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過程中 比方說skylake 它就又把這個燈幕做提升 好 在這部影片 一開始不用覺得太挫折 你會看到非常多的這個術語 即便你過去已經學過這個 在大型學過相關的課程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看到很挫折 就看到一堆詞彙 但千萬不要慌張 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 我們今天所屬的這個 時代 在這個21世紀 真的是非常有趣 你可以想說 我們所屬的21世紀 你就想看 你獲得第一支Smartphone的時候 也許是在09年或者10年 所以距今沒有多久以前對不對 距今可能7年前8年前 但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7年8年 它的整個科技的發展 往往比人類有史以來 就是比方說我們從那個什麼 租算 就是中國算盤開始考慮 從算盤到二戰 或者二戰之後 或者到進入到這個1980年代 90年代這些5G網路 我們這短短的7、8年 往往它的科技發展 往往比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 從人類歷史發展以來 到這個上個世紀末 這些一些發展 這7、8年的過程 可能會變化來的大很多 但是很多過去的一些解決問題 其實還是延續 過去的一些思路 或是過去的一些挫折 過去的經驗 其實一直在 我們今天在重演 所以我們今天學習這個新的技術 往往從看這個故事開始 那接著可以看到說什麼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現代處理器 都要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這個預測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在層次之前過程中 你就想像遊戲一樣 遊戲的這個預測是最有趣的 比方說你今天思考一個遊戲 它有迷宮 一個迷宮來講的話 你可以往左邊 往右邊 或是往前面繼續走 那你可能走到後來 會遇到死胡同 就是家如王為什麼往前走 走一走就遇到死胡同 所以你要怎麼辦 要偵回來 同理 如果你往左邊走 有可能東絞西絞絞絞 Hay 反正又是死胡同 那最後你怎麼辦呢 剛剛講過的前面不能走 剛剛講過的左邊不能走 那你就剩下右邊了 那所以在迷宮裡面有個走迷宮有個小技巧就是什麼 就是永遠都往右邊走 然後一直繞 繞不久就會有出路了 這也是一個思路 但是不管怎樣的 在這麼多的分支 在這麼多的岔路 往往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不是你走得快就好了 往往更關鍵的地方是 我要走對路 當然對應到人生也是一樣的事情 不是你小時候 學了一堆才藝 然後走得非常快 人生就變很有趣 你我可能都是跌跌撞撞走過來 但是跌跌撞撞不打解 關鍵的地方是 我假設我已經吃了很多虧 然後我人生走了很多岔路 我能不能把這個經驗 讓後續可以走得更順 這個是在現代處理器來講 會非常重要的考量點 那我們等下在細談Pipeline的時候 會把這樣的分支的預測 還有整體的執行來講的衝擊 我們會更深入探討 不過在這邊我們先來有個初步的概念 我們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在哪裡 就是說在現代處理器來講的話 花了很大心思去把前面講的議題做得非常細緻的規劃 所以我們在前面探討 microarchitecture的時候 我們提到的就是像一些分支預測的 我們提到的cache 我們再提到說這個 這些microoptic的處理 所以事實上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還會去再去思考 就是我能不能在執行之前 就執行一道指令之前 或者在執行某一道指令的時候 我順便趕快擷取未來的指令 就是還沒執行的 但是我嘗試去猜 未來會執行什麼指令 未來會接觸到哪些資料 或是說透過這個城市開發者的提示 他跟你講說 你去想說我今天在做memory copy memory copy的原理是什麼 假設今天有兩段不重疊的記憶體 注意到不重疊 不重疊的記憶體 一個叫來源端 注意到一個來源端 一個什麼 一個目的端 所以我在來源端 我一次copy一組word 不管是copy一個byte也好 或是copy一個word也好 所以一個word的寬度 就跟Diabus的寬度一樣 所以我64文的架構 我就要copy 64個位元 也就等到8個byte 所以表示我一次copy8個byte 從來源到目的端 好接著來源到目的端 除了實際上的發展 所以你可以想 假設我可以在 這個memory copy的時候 我就提示 提示處理是什麼呢 好 我在copy來源到目的端的時候 我趕快幹嘛 廢棄 廢棄什麼 未來要 要存取得到的區域 比方說這個在下一次 在下一個bugbyte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因為我fetch的時候 事實上我的資料在哪裡 是在catch裡面 好 所以在下次執行到 下一個bugbyte的時候 事實上它是從catch 很快的寫回到什麼 到這個指定的destination 就是這個目的端 那這樣的話呢 在效能上有可能 再進一步的去提升 好 再注意再提醒大家 現代處理器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CPU速度 它的進展 CPU的進展出度 遠大於記憶體 所以我們要思考的地方是 我要怎麼去降低 來自記憶體的延遲 這是我們整體來講的 一個很重要的思路 這邊就是做這個分支預測的部分 這部影片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你會看到大量這個 大量的 就反正它每個部分都是電玩畫面 我覺得這部影片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反正一般人可能看到這個遊戲畫面 但是我們看到遊戲畫面 也可以想到它對你的CPU的設計 對你的考量點在哪裡 這邊我們快速跳過一下 我們之後還會再重新探討 然後在這個部分 跟探討了什麼 就是說它講到說 如果你分支預測 預測錯誤了 預測錯誤之後 就像你移工 你猜錯的地方 那你的代價是什麼 以及我們遇到這個代價 我們該考慮到哪些議題 這個有提到的 這個我們也是之後再去探討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那種 講分支 講這個 執行的預測 就是分支預測 或是這種prefetch 讓它花很多篇幅來探討 當然所以你未來有機會看到這種遊戲的時候 那記得要去思考 其實真的背後的學問實在太大太大了 然後在不同的處理器 在發展過程中 其實它會加入很多新的指令 每一家公司針對不同的利用 它可能會發展一些新的指令出來 不過大體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大概可以分幾個分類 以MD的這個發展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幾件發展 第一個是更高精準度的這個算數 比方說像浮點數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浮點數的這個標準 我們稱為叫什麼呢 叫做IEE754 IEE754它是1985年去規範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是什麼 就是事實上 在現代的規範來說的話 IEE754它不是死的規格 它其實一直發展 從1985年 它其實一直發展 那在2008年的話 是目前來講的話 最新的標準 其實它提到很多 更高精準度的運算 所以事實上 在現代的處理器來講 它會提供一些新的指令 或者說在APU的地方做擴展 能夠去做更符合規格 或者甚至超越規格所規範的範疇 這是我們要去特別注意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剛才講到新的指令 一般來說就是去新增這個算數的部分 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不管是加密貨幣也好 或是我們今天講到一些網路上安全 其實我們都需要真正有效的 有效而且是這樣 它是我們在算數上 有足夠強度的一個亂數產生器 我們稱為叫做RNG Rendon Number Generator 在過往來講的話 如果沒有硬體的亂數產生器的話 往往是透過多項式做出來的 它不是真的亂數 它是假的亂數 我稱為叫 Sudo-Rendon Number Generator PRNG 那在現代處理器的發展 不管是Intel處理器 AMD的處理器 或是AMD的處理器 基本上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就是這個RNG 硬體的RNG亂數產生器就會內建起來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虛擬化 這虛擬化就很明顯 Intel也好 AMD也好 ON也好 這在這15年內陸續都增加了虛擬化支援 所以虛擬化基本上可以 大概可以分明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什麼 指定層級的虛擬化 再來是記憶體層級的虛擬化 第三個部分是IO層級的虛擬化 所以基本上AMD、Intel、AMD 基本上都在從這邊發展 當然MIPS也有 不過我們在這個講座主要是在探討這三種 這三家處理器 所以再複習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 福點數 再來是跟安全換的 就是這個像是亂數產生器 接下來就是跟安全 各式各樣的安全 就是這個加密算法 這個像SHA1、SHA256 這個都是在現代處理器 基本上都是內建的 包含著手機 你今天手機只要是64萬元的手機 基本上它也是內建 內建什麼?SHA256 好 那如果說你熟悉這個Bitcoin的朋友 就會很熟悉 熟悉Bitcoin的朋友就知道 這個Bitcoin要用什麼的 就是用SHA256 好 除了這裡外呢 還有很多這種操作 就是可能更細的 比方說這個 Carris的Multipride 就是做那個什麼 沒有盡位的這個懲罰的這樣指令 在過去的信任非常多 除了這個之外呢 甚至還有一些跟MNU還有Cash有關的 當然每一家處理器的設計就會一直改變 但大體來說大概就分這幾個層面 換個角度想我們去思考 這反映了什麼? 當一個處理器公司 它可以為了成千上萬的處理器 去新增新的指令 這時候我們要去思考什麼點 我們首先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處理器公司新增新的指令的時候 其實是有風險的 有沒有可能新的指令會導致整個設計上 會導致錯誤的邏輯 有沒有可能? 有 有沒有可能因為這個東西的設計沒有做好 然後這個東西變成破損廢鐵 事實就發生了 我們其實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在1993、1994年的時候 Intel回收了一批Pentant處理器 Pentant處理器 不是Pentant處理器 是Pentant處理器 這個Pentant處理器其實 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事情 這些風險去新增這個指令的時候 往往它是什麼? 它是已經發現了各式各界的鋼線需求 所以我們綜合來說的話看到什麼? 我們需要更高效 而且更精準的浮點處理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需要各式各樣的加密 安全機制 再來是虛擬化 這是這幾年 基本上不管是哪一家處理器 基本上都走了一致的方向 接著我們再繼續看 所以真的看到這個遊戲的畫面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要感動 這麼多工程師、客族家的不懈的努力 導致我們有那麼漂亮的東西可以用 那這個畫面中就是跟你顯示的3D model 3D model這樣的遊戲怎麼去構成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樣貌 就是把這個形塑出來 那接下來要幹嘛? 你要開始打光 然後你可以看到畫面中不同的打光 然後再來是我們還在重設 然後有意思的點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說在畫面中 你看到說今天每個CPU機台有不同的消耗量 所以有時候在做某些操作的時候 這個CPU很忙 另外一個CPU相對比較不忙 這邊是在呈現的部分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剛才前面有講到這個Cache 是讓Cache也分不同的層級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看到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分大概這幾個層級的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Level1 Cache 是我們叫L1 那Level2 Cache 稱為L2 那再來是Level3 那要去思考的點是什麼? 就是說其實Cache還會分它是 針對一個處理器的 或是怎樣? 或是有共享的 一般來說最 最外圍的 比方說像畫面中看到這個L3 L3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它就是基本上是共享的 所以所有的Core 共享 然後在畫面中可以看到這個 Level1 Cache 基本上它又拆成什麼? 拆成i Cache 跟D Cache 好 那i Cache 是在這個 MD的這個Zen來講的話 這個Zen的系列 基本上是有4K 然後這個D Cache 是 32K 然後D Cache 然後8B L2 Cache 然後L2 Cache的話就大多了 就是可以看到說它 它大型就是什麼? 512K 512K KB 然後L3的基本上是8MB 非常大 但是呢 問題是速度落差是不同的 L3是最慢的 在畫面中看到的這個 Level1 Cache是最快的 所以事實上它有什麼? 它有一個階層關係 先對這個地方一點概念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如果說我們看得更細緻的話呢 就是從記憶體的觀點 就是從這個CPU的這個Register L1 Cache L2 Cache L3 Cache 以及到更外圍的這個MameController 然後接觸到外面這個低論 事實上呢 這個階層關係呢 對我們影響很大 尤其你要經常要撰寫一個高效能的程式的時候 往往呢 因為你會遇到很大的問題是 我的演算法 我的資料結構已經可能在突破了 演算法本身已經是很經典的 就像大家可能會知道 就是在雲端的這個運算來講 往往呢 用最多的可能不是QuickSort 而是什麼? MerchSort 為什麼? QuickSort 如果聽起來這樣 聽起來 或者實際的表現 的確它是快的 但是QuickSort 是unstableSort 那MerchSort 是stableSort 所以往往在我們的運動運算來講的話 我們會在意這個可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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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一點概念 我們之後也是來繼續探討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既然我的資料結構 我的演算法沒辦法大步突 那沒辦法大步突破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心思動在哪裡 處理器結構 因為我們最終呢 只要在能夠 在處理器上 可以發揮我們的效能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設計呢 就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再繼續 繼續前進 然後繼續再 在思索的一個議題 好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 下一個部分 就是說 我再強調一下 就是理解這篇文章 其實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好 但是呢 因為真的需要一些背景知識 好 所以我們前面幾個觀眾來看了這個 看了這個背景知識 好 好 然後我們先做休息 我們休息一下 在剛好休息的時候呢 有一個朋友提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很多業界朋友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疑惑 尤其在台灣 在台灣來講的話 這方面很麻煩 因為 台灣 其實台灣其實蠻好的 只是 你知道吧 就是 你跪著就有飯吃啊 趴著就會有飯吃 就不會餓死 對 跪著趴著就不會餓死 你幹嘛 挺著腰桿子 過 有自限過生活 萬萬 台灣現實就是這樣 好 那回來我們回到技術的部分了 就是 在很多供應商呢 基本上就是像 呃 華康啊 Sansung啊 MediaTag 這樣供應商 最終交給這個 系統成本商 所謂叫SI 交給SI的時候呢 往往都已經是 一個可以運作的東西 要不要說 整個都已經修改過的Android系統 從Linus Kernel 一路到 上層的Android 基本上 都已經完整提供給你 所以往往 廠商要做的事情就是 在裡面 增加一些Device Driver 或是 並跟我這個 開機的 稍微修改開機的流程 讓某些東西早點出現 或者讓 廠商 或者客戶期待 這種 某種形式 好 那回到這個問題 這個 這個朋友問到問題是說 因為他在開發任題 那 對 你的東西略懂 其實在台灣就是這樣 就是略懂就可以過生活了 但是如果說 你今天要追求更多的 更多的認知的話 你需要 要走更遠 好 我們具起來講 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想說你可以找一下 UMP Mali 好 好 那這個 UMP是什麼呢 UMP是 Mali GPU 所用的這個 Mali GPU所用的這個 它的 底層 底層 這個 記憶體管理的部分 所以這個 UMP 全名叫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UMP 來看一下 這個 這UMP有點學問 就是說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實際上 以GPU來說的話 往往 我們 處理記憶體 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 記憶體不是給CPU用而已 事實上我要給GPU用 好 那CPU跟GPU之間呢 我透過記憶體 我一定有個共享的記憶體存在 好 所以 這個問題很有趣的地方 這是什麼 很多時候呢 你為什麼要了解這個架構 因為我們要的是什麼 一個流暢的這個 3D的表現啊 或者像 像你可能知道說 像很多瀏覽器 比方說Chrome browser 看起來畫面中就是很 很平淡的 比方說你看這個 這是一個網頁對不對 看起來像一個網頁 但是實際上怎樣 實際上它是一個 在裡面都用到OpenGL 所以它實際上是一個texture 就是OpenGL texture 然後還有很多 很複雜的操作 所以往往 要讓瀏覽器流暢 你就需要了解什麼 了解WebKit 就是Browser Engine 那為了要 讓Browser Engine 可以跑得順 你又要了解OpenGL 那為了讓OpenGL 跑得好呢 你又要了解GPU 比方說你要了解Moddy 好 這個東西跟 了解CPU沒有關係 有 為什麼呢 比方說你要解決一個 非常複雜的問題 叫做Cache 所以就是說 以這邊來講話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你要思考點在哪裡 就是第一個 我這個系統 分成什麼 CPU跟TPU 好 CPU跟GPU 一定有個共享的記憶體 所以記憶體 我們會切一部分 切一部分給GPU 那剩下主要的地方給CPU 好 那問題來 我今天各自的CPU跟GPU 是不是有Cache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說 好 比方說我今天CPU存取到GPU 支援的時候 差不多有Cache 這個Cache 我是不是要保持 因為我CPU 可能好幾核對不對 雙核 四核 或者更多 八核 十核都有可能 好 好 這時候有趣的地方發生了 我要怎麼確保 CPU那一段的Cache 是一致的 好 再來是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邊Mali本身 它也有Cache System 所以就知道Mali L2 Cache System 也會有 所以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當然這個問題已經很少被發生了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在 相對比較早的時期都會遇到 或者說每次改版的時候 會有這種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去看Mali的程式碼 就很好玩 Mali的程式碼的話 你會看到說什麼 剛才這個就叫UMP UMP就是Unified Memory Provider 那如果說你去找Cache 好 那這邊就會設計一些條件 我要知道這個地方有沒有做Cache 然後這個地方我要做什麼 Level 1 Cache的Flash 然後值得注意這地方是什麼呢 在過往 比方說 像我在 09年 09年底的時候我就解剖類似的問題 就是說 那時候我第一次接觸到Mali 那我跟一家廠商合作 在把Mali整合到某一款產品 然後我們在10年的時候呢 遇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說 很多時候都會運作 就是那些什麼Angry Bird 這種東西都跑得好好的 但是呢 在某些狀況就Crash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一度呢 以為是那個Angry Bird沒寫好 反正我們去查 後來發現奇怪 就是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為什麼呢 因為在其他的 跨看的處理器 跑得好好的 所以這時候想想 可能是不是這個問題 後來追著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對 就是這段Call 什麼呢 沒有做對應的Cache Rush 所以回到這個剛才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 其實 很難回答啦 就是說 作為一個Si 系統整個商 或者說 作為一個 就是比方說你是一個手機品牌的 在手機品牌手機 或是在代工的情況下 你需不需要了解CPU特徵 往往很多時候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只是要看起來有樣子 但是關鍵的話是說 如果說像剛才遇到這種問題 像這種自信的問題 或者過程中 你會發現 非預期的那種Crash 很可能就是因為Cache 沒有處理好 很可能就是因為 Main Model沒有處理好 或者說 你發現Android運作很不順 或是GPU的程式 跑起來真的很糟糕 就是 跟預期落差很大 很可能就是你怎麼 像剛才講Mali的UMP Ini by Main Provider 甚至我這個In Kernel的Main Alocated沒有設計好 所以這個問題在於什麼 就是 在於說 你今天怎麼去看待品質 你今天怎麼去 去處理這整體的議題 所以我只能說 要不要了解CP特性質 玩玩取決 你有沒有機會看得更深入 當然以台灣現在很多公司的狀況 是很麻煩的 因為 我想很多都清楚 很多時候台灣的工程師做的東西 就是 就是給人家丟掉的 當然我講這個就要 講的不是很客觀 這個講的比較誇大 但是你想一想嘛 然後比方說你現在Porting的Android 7.1 然後過一段時間 要OTA 所以事實上你寫Code 要被洗掉 然後過一段時間 又有新的Code Base出來 你又要重新更上去 所以 其實你做的東西 只是很快被人家提款掉 甚至更慘的地方就是 你做的東西可能沒有被人用到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用講什麼品質的問題 既然做出來的東西都你要給它丟掉 這個是 這時候你可能沒有更好的動力 然後真的回答到這裡 那反過來說你今天是 如果你真是專注在品牌 然後你要持續的去經營下去 然後 那這樣的議題就變得很關鍵 然後我只能跟你這樣講 就是在 當然不是只有 工程的領域是這樣 文學也是一樣 你說文學要不要了解 了解那個 文英文 對不對 這有個前提嗎 我說 你寫文章你需不需要 他要真的很了解這個 這個 中華文化啦 這些這些詞彙啊 對不對 很多說不需要啊 假設你是一個記者 寫出來的東西給人家丟掉 就是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那種很髒 其實你寫文筆再好又沒用啊 人家只在 你只在於說 蔡依林又跟誰約會啊 那個周杰隆又偷心啊 對不對 只是寫這個東西 所以他 文學沒有什麼 我們這時候講 文學造語沒什麼用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關注的 大概的地方是你要成為一個下一個 Jeky Roling啊 你要成為下一個金鐘 文學當媒的話 這是很重要的意圖 我直接回答到這裡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再探討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呢 就是說 我們在之前呢 用剛才一部影片好了 從遊戲的觀點去看它這個細節 當然過程中你會覺得很挫折啦 這是正常的 好 你要想為什麼這個社會可以快速進步 就是因為有非常多的工程人員 非常多的科學家 持續的投入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個 要有一個 榮譽感 雖然你在台灣要榮譽感很難 台灣獲得榮譽感的方式都是 年輕百萬 年輕千萬對不對 但是其實想想 我們其實用我們的生命 用我們的青春去 去參與這個科技的改變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部影片 那也一樣 我就一邊看影片的時候 我們一邊做這個解說 哦 糟糕 糟糕 抱歉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影片不能用 好 沒關係 我們再看下一部 這部影片呢 是來自這個 Intel Intel這個一個 一個director 來跟大家探討這個 多幅的這個儲器 好 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部影片呢 它是 為什麼一直切不過來 很奇怪 好 那這部影片呢 基本上是在 好幾年前的 所以注意到 它跟今天大概差了大概 六年多 你就想要六年半 當七年好了 所以說這是 六七年前的東西 所以 所以我們今天很有趣的地方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看六年前七年前的影片 為什麼 我們剛好可以用今天的觀點去想 好 注意到它標題寫什麼 它是一個問號 說 多核 是不是主流 多核是不是未來 當然我們今天的觀點來講 它不是未來 它已經是 它是進行式的 比方說我的手機 對不對 魅族的手機 裡面內建的什麼 聯發科的Helio的處理器 對不對 它裡面什麼是 多少核心呢 十核心 光CPU十核心 GPU更多核 所以這件事好玩 這已經不是有沒有牽住了 它已經是現在式了 它是不是一個長期方向 是 以及我們為什麼要重視多核處理器 它有沒有未來發展空間 這不用回答 都是肯定的 它是一個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以intel的觀點來講的話 這個多核的處理器 到底怎麼發展 好注意到 我們為什麼要講多核 其實對於軟體功能 是一種非常有趣的事情 好 第一個要思考的地方 就是說 功率是一件事 這個為了進行的便利 我們把速度調快一點 好 那所以注意到 剛才提到什麼事情 你會提到一個說法 就是說 對功耗 有更好的處理 那當然你要好奇啊 我處理器變多了 為什麼有機會更神電 這個接著來intel的處理 intel的director 就跟大家講這些細節 好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我們在2004年開始 這個處理器的時脈 就很難再提升上去 所以比方說 你會看到說 這個 你現在買到很多電腦 不管nordbook也好 Serve也好 CPU時脈 可能最多只有4GHz 甚至還有更低的 那你會好奇 為什麼沒有5GHz 有 5GHz的處理器是有的 實際上你可以超頻 但是你超頻的時候 你外面需要什麼 液態蛋 對不要懷疑 需要液態蛋等級的冷卻裝置 所以什麼時候需要這種超頻 用液態蛋 搭配液態蛋來超頻 很多時候在哪裡呢 一般的伺服器不會看到的 一般的nordbook也不會看到 你會在哪裡看到 股票市場 所以股票市場那個 對股票市場來講的話 像你可能聽過一個東西 叫高頻交易 你不用知道它的原理 但你可以知道 對於這些股票市場來講 它只要能夠讓原本的測試變快 它可能不計代價去讓它變快 所以即便有什麼液態蛋 今天有一個複雜的什麼 外星科技 拚了就去買 所以注意到 在那種情況下 它不在意功耗 因為它更在意的地方是 1秒幾十萬上下 那是真的幾十萬上下 可能這還是低窟了 那可能跳動幅度更大 所以注意到 除了那種特殊的情況下 可以不計代價去超頻 我們今天探討的其實在什麼 在一般的情況下 尤其在發握什麼 手機 平板 notebook 這是我們要特別關注的議題 除了功耗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ILP ILP稱為叫做 指定層級的平行度 以及Storage 就是所謂的Memory 這個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前面講過很多次 跟CPU的進步速度 是遠大於Memory POWER 好 來看一個議題 就是ILP 我在同個時間可以執行多少指令 所以回顧一下前面那部影片 所以前面講的話就是 你會看到PIPELINE 所以PIPELINE 有機會讓你怎樣 把指令切得更細 所以有機會在同一個周期內做越多事 可是我們今天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是在同一個周期內執行更多指令 所以注意到 做更多事跟執行更多指令是不一樣的 做更多事往往有可能會瞎 或者說一個重要的衝擊 比方說執行到指令 花的時間會長 就讓PIPELINE的效益沒有了 所以我們其實在意的地方是 我們怎麼能夠切割指令 所以你看到說Microop 所以原本執行到指令 比方說它是一個加法 乘法 或是把資料寫回去 那我們要去思考說 我能要怎麼拆 能夠讓這個處理器可以做得更有效率 所以Microop是一個很關鍵的意思 所以不然說我們在前部影片看到什麼 有一個schedule 所以這個也是為了配合這件事 不過很不信的地方是什麼呢 即便有很多方法提出來 但是IoP其實它的發展 其實受到很大的限制 沒辦法再快速提升 尤其在現在CPU史脈 遇到增長 其實這樣已經是越來越困難 而且CPU史脈增長 只有IoP的效果 其實沒辦法那麼顯著 所以注意到我們現在其實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稱呼叫IoP War 就是IoP這個牆 就是這個 它已經很難再提升了 所以過去20年 這是IoP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音檔 就是讓CPU的效能提升更重要的音檔 但是現在很不信的 它遇到障礙 接著來看一個外的音檔 儲存 所以你看一件事 Intel的Director直接講得很明白 就是CPU的音檔 它那個頻率 其實還願意大於這個Memory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DDR DDR3 DDR4 基本上它的這個frequency都有 但是你對應同一個時期的CPU 那個速度差異太大 所以這個也是很有趣的一個思維 這個思維在哪裡 如果我們回去學想 Intel也是搞什麼東西起家的 Intel不是搞CPU起家的 Intel起家的關鍵是什麼 它是做記憶體的 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 在197年代下半的時候 Intel遇到很大的一個障礙 這個障礙在哪裡 因為日本廠商 你可以看到Toshiba那些廠商 他也看到拼了命來做記憶體 而且日本人做的東西的確又便宜 品質又好 所以讓Intel陷入很大的財務 所以你還記得那個Andy Glue Andy Glue 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話 他說什麼 為偏執者可以生存 所以他們大刀割割做什麼事 好他們要放棄CPU的部門 幹嘛 去做一個全新的領域 叫Micro processor 所以你可以聽到什麼4004 後來什麼80808086 基本上就這樣來 就是Andy Glue等人 就是大刀割割 做一個Intel完全不擅長的東西 而且一開始很慘 你可以看到那個故事 Intel那個時候是 根本是小別山 一天到晚就交貨失敗 甚至好不容易交貨人家客戶不要 所以404 8008 然後808080 背後有非常多艱辛的故事 好 處理器 基本上你們跟他說 過去有很多方法 其實不再那麼顯著了 IFP跟Memory 已經遇到問題 所以你可能有Cash去延緩這個量充值 好 再來是終於可以回到我們的Power 所以它是超一下Power的影響 好 我們前面都講過了 這個 因為呢 超頻 就是我在把頻率搭上去之後 這個功耗增加得非常快 甚至呢 如果說你在沒有冷卻的情況下去超頻 對現在處理器去超頻的話 你很可能表面就會濃下去 注意到 如果你真的去超頻的話 你會發現說表面原本是這樣 因為中心太熱了 熱到一個地方它就會陷下去 然後 我之前有玩過 就是 也不是玩 就是在公司裡面不小心做了超頻 然後超一超就真的這個表面 就這樣凹下去了 然後 就有一個很奇妙的味道 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一個很奇妙的味道 然後總之就有一個艾奇爆消掉 這個我想像今天 如果說你 在待過一些系統廠 或者艾奇在公司 聞到這種味道應該算 可能都有這種經驗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要讓這個CPU時脈增長 你絕對不能靠超頻 我們就需要其他手段 接著它做一個試驗 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所以它做什麼事呢 注意到這個 左邊是 就是它把那個什麼 這個左邊是POWER 功考 右邊是Performance 所以先設一個基準點 都是1 1.0對1.0 好 每消耗一個單位的電 產生1倍的這個效能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超頻 超超超超 所以呢 超頻來講的話呢 假設你超頻之後呢 這個處理器效能可以提升13% 也就是從 變成原本的什麼 1.13 好 注意到1.3倍 可是呢功耗會增加多少呢 功耗呢 會增加 呃 百之73 也就是功耗呢 衝到什麼 1.73 所以注意到喔 你性能提升13% 但是功耗增加73%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表面會冬下去 原本那東西實在太熱了 當然不要傻了去摸它了 摸它的話 真的會燙傷了 好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這個東西是我們的基準點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處理器的功耗增加了 但是怎樣 但是它的效能提升只有T13% 往往使用者是沒有感受到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回到這個 回到了2006年 2006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 為什麼呢 Intel在2006年 把它的手機部門賣掉 那當時Intel手機部門呢 他做了一個很知名的處理器 叫什麼 叫PSA270 TSA270 Intel 那整個家族呢 稱為叫什麼 叫做Xcale 那Intel呢 把這個Xcale賣給誰呢 Intel Xcale 自己看微機版本就好 在2006年的時候呢 這個Intel呢 把它的這個Xcale的產品線 把它賣掉 賣給Mabel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Intel對手機這個領域 投入超過百億美元 這個是很驚人的一個數字 就是說從過往到現在 它其實投入百億美元 那基本上Intel也不是第一次放棄 Intel其實放棄了兩次 第一次放棄在2006年 那上一次放棄在前年 這個是一個非常艱辛的一個領域 那在2006年的時候呢 Intel其實它內部就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這叫做 叫做高 高功耗 但是低能 什麼叫低能 就是Intel低能 是它的效能提升很低 就是說Intel在2006年 它那時候 有個內部的版本叫Proverty 賣給Mabel 那後來變成PSA310 就是這個PSA310 就是後來賣給Mabel 那那時候一個問題是什麼 它跟上一代的這個 比方說PSA27年來說的話 它其實效能只有提升一點點 可能只有提升了20% 它的功耗增加了什麼 增加了100% 或是更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糟糕的問題 就是它效能增加了 效能增加了其實是很小的幅度 其實基本上25%的人們 勉強可以感受出來 13%是很難用那個手機的 那個體驗感受出來的 但是增加50% 或是更多的功耗 使用者一下就感受出來 尤其男孩子放在褲檔裡面 那個感覺是很糟糕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先對這個幅度 有點概念 剛才講的 增加13%效能 但是功耗要增加73% 所以你可以看到超頻 一直不得提升 單獨去看CPU時脈增長 往往怎樣 往往沒有讓效益 所以注意到 寧願多花73%電能 往往都是特別的用 剛才講過了 在正確市場 就會幹這種事情 但是對大多數來講 不太願意 只為了那麼小的效能提升 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去思考 有沒有別的方法 所以這時候好玩 提升效能的方法 往往是透過降頻 注意到降頻 這件事情很不自覺對不對 就是因為不自覺 我們才要來看吧 好 假設我們先把這個 CPU的效能 降到 注意到不是提升是降 降到原本的87% 很瘦對不對 不能再高了 假設我們把效能降到87% 來看看 可以做什麼變化 接著呢 假設這個功耗 有機會降到什麼 原本的功耗只有強調 原本的一半 所以你看有趣 我功耗 降到一半 但是等一下 我的效能 卻只有損失了什麼 13%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 好 這時候呢 如果我在想 假設呢 我也 我對兩個處理器 做這樣的事情 我就把降頻 然後把兩個處理器拼起來 那這樣的時候呢 假設效能可以累積的話 整體效能提升了多少 73% 這件事很有趣 所以注意到 透過降頻 然後再組合多個處理器 好 這是一個 所以你看 原本的功耗呢 就是功耗 兩顆處理器 透過降頻 然後呢 跟原本這個單一處理器 來講的話呢 它的功耗其實差不多 但是效能呢 提升了吧 就是 效能是原本的1.73倍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有趣的思路 而且 事實上 這個在你我比例 用手機 基本都是這樣的一個 方法 當然你會好奇啦 我們有雙核之後呢 我們再把提升到什麼 四核 八核 有沒有可能 然後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製程 這時候我們要 要感恩台積電 讚嘆台積電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的這個 這個 非常偉大 讓這個製程有很大的進步 所以在製程進步之後呢 事實上呢你會發現 處理器數量變多了 但是呢 整個 面積 就是這個外觀呢 變 就是那個 IC的外觀呢 自然啊 它可能沒有增長 可能跟之前差不多 甚至更小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 意味著什麼 在同樣的面積下 我可以塞入更多的儲器 這件事非常重要 我去對手 對手機來講 這件事非常重要 所以讓你可以獲得更好的體驗 就來自這個關鍵技術 好 那以目前發展來講的話呢 這個同樣的面積下 它可以塞著電競體的數量 其實可以這樣 其實還可以再提升上去 當然這個是 我們假設一件事 是製程工藝上的這個 突破還會持續的 好 那當然呢 我們有這樣的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是思考議題啦 有沒有可能 用更多的處理器 去創造更好的效果提升 好 就是前面看到這個 雙核、四核、八核 假設你用一個非常低功耗的這個處理器 好 尤其那舊的處理器啊 然後拼了非常多個 我就比方說 我就不是只拼四個 我拼了什麼 我拼了一千個 有沒有這種東西啦 事實上有 但是麻煩你講什麼 事實上城市往往 沒辦法這樣子 有效的分攤到這麼多核 好 注意到這個好玩的 它有講了什麼 大核跟小核 這個注意到 這個在六七年前它說 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在今天呢 你很多手機就是這麼回事 有大核 效能強的大核 有效能相對弱的小核 拼在一起 注意到 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不是發生 你每天都在用 好 所以注意到 上面一邊講 近期內不會如此 但是那是六七年前 大家說有沒有16核 有 今年 AMD Intel 的處理器 都已經誰啊 新的處理器已經高16核 在伺服器市場 桌面市場 然後呢 這整個領域呢 我們稱為叫 Hetogenius Computing 然後就是說一直多核 一直多核的這個運算 所以接著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剛剛已經從這個 最早從單核 然後一直到這個多核的發展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我們幫他回顧一些數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會遇到非常多的關鍵詞 而且有很多的縮寫 所以我們必須在探討之前呢 必須要花一點時間 把這些細節 把它好好地講一講 好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 是Java程式碼 不過沒關係 它做的行為呢 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 來看一下這段Java程式碼呢 它一開始先配置一個 32768的這個byte 空間 好 那接著呢 就是 它在這上面產生亂區 對 手機Java的朋友沒關係 沒關係跟他講一下 所以就是 它在這麼大的空間 好 32768的byte空間裡面呢 就是 依據每一個byte 就是 就是給這麼空間 然後幹嘛 去把這個亂數塞進去 好 亂數塞進去之後呢 我們幹嘛呢 就排序 好 然後 這個是 一個 那我們排序完之後呢 我去算它的總格 去算這個 由這個亂數去產生的這個J 然後把它總格取出來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如果呢 我們去 執行的話 好 那這個 這個東西有趣 就是說 不同的這個情侶下 你可能得到完全完全不同的數值 就是 一個是在亂數 就做這個 有做這個排序 跟沒有做排序 你會發現說 在運算上呢 可能這樣 效能位置差很多 再講一次 我們真正benchmark層次在下面 就是說把那個 給定的一個什麼 一個array 那它有很多 有許多的by組成的這樣的array 那我們對它做這個加總 數值的加總 如果呢 你沒有做排序 那在這個 這邊測量出來的值呢 得到115秒 好 可是呢 你先做排序呢 這個得到的數值 竟然大幅的縮減 好 那你講 哇 竟然差一個數量 為什麼有這麼神奇的事情呢 好 那當然我們就要去思考 這問題怎麼來的 當然 比較有sense的朋友可能知道 這可能來自cash 好 然後 更有sense的朋友可能知道 對吧 這來自CPU內部的這個 執行模式 好 當然你還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這個東西跟virtue machine的行為 有非常大的關聯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呢 就是說 像我們左邊看到這麼高階的程式 這是什麼呢 我去走訪 走訪這個 走訪這個資料 就是從這個 一個byte接著一個byte 或者一個word接著一個word 去走訪這些資料 然後做數值的架軸 好 那事實上它對應的程式碼 是用右邊這樣子 好 就是組合員 當然這邊右邊的程式碼 是intel組合員 好 不懂沒關係 總之就是說 左邊的程式碼一定可以這樣 一個一定有 對應的右邊的行為 好 因為這個是這樣 這是一個 有明確的這個上界 跟明確下界 好 的一個 一個運作的程式 好 然後呢接著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來回顧一下這個指令的操作 好 在我們前面幾部片也有講 我們來做複習 第一個呢是 截取指令 好 刷去fetch 好 再來是我fetch之後呢 就要去 依據這個指令的編碼 我要去做解碼 好 所以我就decode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我decode完了 我終於可以執行 注意到一件事呢 如果呢 你從頭到尾只有 fetch decode excus 那基本上我們稱為 叫做 3-stage pipeline 但是呢 這樣的設計 有一個很顯著的問題 因為前面fetch也好 decode也好 它花的這個 周期數文 其實相對是少的 往往真的耗時間的地方在哪裡 在excus 所以我們是在想 能不能把這個 相對耗時間的地方 拉出來 所以我們發現一件事 事實上 記憶體的存取才是 往往很多時候 是很慢的 前面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呢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思考 有些東西操作是不需要 碰到記憶體的 然後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你把 假設戰略器有三個 比方說戰略器有三個 R0 R2 R3 我把 R0跟 R2的結果存取 然後把它加到哪裡 R3 從頭到尾都是在 暫停器上 那我們不用碰到記憶體 所以我可能 事情到哪一半 到第三步的時候 就可能下來 反過來說 如果我想要把這個 加法的結果 寫到哪裡 寫到記憶體 那我是不是把單獨 拆開一個單元 就是說記憶體操作 有關的部分 然後呢 因為你可能要寫回去 比如說像 writeback writeback很耗時間 所以我乾脆把 讀一個 另外一個階段 所以如果說你從 fetch decode 從sq memory 到writeback 我們稱為叫5-stage pipeline 所以知道 從 3級的pipeline 5級的pipeline 7級或者更多級的都有 然後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處理線內部結構 這邊 這邊做的示範是 intel的什麼 80286 80286曾經是一個 非常 非常重要的 對intel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 架構 它其實讓intel的銷售又創新高 但是注意到呢 80286呢 基本上它也缺乏了很多 技有的一些設計 80286其實它有保護模式 但是它的保護模式 跟我們今天看到386以上的這個架構 有很大的落差 比方說 在80286進入保護模式之後呢 就離不開了 但是在386以後呢 你可以很容易的進出 你進到保護模式之後 你剩下一個Virtual的8086的一個模式 再來是 286的記憶體管理其實是很多限制的 在386以後呢 就 比較符合現在的狀況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講intel的架構往往很多時候 我們是講80386之後 80386之後的這個結構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縮起叫什麼 i386 好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在講這麼細的東西 我今天只是來講一個大致的一個結構 好 這個 這個 這張圖要怎麼看呢 所以現在我們先來看這個左部分 左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R路 R路 那底下什麼 有這個 戰爭器啦 還有一些 一些控制的路徑 然後呢 再來是在 右邊來講的話 就有很多很 很細的這些 比方說像Bus Control Data這個 Data的這個路徑 這個是我們之後要去探討的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部分 那裡面講的話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這邊畫面中看到幾個點 這邊畫面中看到幾個點 比方說 FreeVeture Bus Control 還有這個 跟Data的那個路徑有關的部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是什麼 就是一開始呢 那個處理器呢 需要讀取這個程式 當然這個程式往往它存在哪裡 存在記憶體裡面 甚至有可能這樣 甚至有可能還不存在記憶體裡面 它可能存在某個Disk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Disk內容讀到主機裡面 我才從主機裡面讀出來 當然中間可能需要讀過什麼 Bus 好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光有這個東西不夠啦 你要去 你要試著怎樣 把這個指令呢 放到這個Decoder 好 所以要做Instrushing Decode 好 然後我們也知道 那 Intel的這個 X86呢 基本上它是Sysc風格 注意到 我們講風格 是表示什麼 它的指令 它事實上是 一個指令 它可能相對很複雜 可能需要很多到 細微之間才能夠操作 那我們前面講過說 從Penet Pro開始呢 Intel處理器其實是一個很快的一個Risk 只是外面包了皮 相容過去的什麼 過去的這個 Sysc風格的X86指令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就是要去執行 所以執行來講話 R露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可以看到那個路徑 好 接著呢 我們要去看這個東西好玩 這個R露呢 如果你細緻去看 其實很麻煩 要考慮一點 可多了 注意到這張圖是一個簡化的圖 是咱們能夠單純 第一個呢 我們要考慮到一件是什麼呢 我們R露呢 一定要能夠取出資料 這個資料 有可能放在戰鬥器裡面 這個資料有可能放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呢 如果放在記憶體裡面呢 其實你要能夠取出 對實體的記憶體取出來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講話 注意到右邊 有個Physical Address Adder 所以就是我要能夠 從實體的記憶體裡面 取出資料來 所以我們在運輸案的過程中 去要做這種事情 不然取出資料 或者是把資料 把我們的運算寫回到這個主體體 其實都要考慮到這件事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Io 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可能只有GPU 我們事實上還有對很多桌邊 所以桌邊有辦哪些呢 主機體是桌邊的 然後呢 再來是這個什麼 再來是顯示 所以過去有顯示卡 那現在有什麼 OpenGL的那個什麼 對應的那個匯組卡 就是GPU 然後 再來是什麼網路卡啦 粉絲圖的這些東西 很多 好 然後呢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太複雜了 這個東西要考慮一點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 所以即便是一個 這麼簡化的東西呢 你還是有很多東西 沒有辦法搞得很懂 不過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的系列 就是希望可以 帶著大家慢慢去理解 第一個呢 Arlu 算數邏輯單元 那當然它 一邊做一個很重要 就是那個 布林代書那些操作 算數 然後當然 記憶體存取也是裡面 再來Flow Control 所以像Ranch 那些跳躍 那些 像GoTo啦 之類的東西 再來是什麼呢 服務點數 以及MU MU MU非常的關鍵 286 跟386 有個很主要的差異在哪裡 就是在 記憶體管理 這個地方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但是一般來說呢 MU基本上有幾個部分 MU會做MEMU Translation 所以比方說 你會把虛擬記憶體 轉換成實體記憶體 所以這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為了讓讓機體存取更有效率 我們身上會思考 我能不能 從Virtual轉換成Physical的時候呢 讓很多共享的資料 可以去存取 所以我們有個Page 所以就講了 Virtual可能例子有非常多 但是兩段看起來 Virtual是不連續的 或是落差很大的 我可以對應到同一個 同一個Physical Meme 所以你就想說 我兩個城市 它可能這個Virtual這些都是不同 但是它就是有一段 它的Physical是對應到同一個什麼 同一段Page 所以這樣好處是什麼 那你傳遞資料 共享資料的時候就很有效率 所以在現代的作業系統 都會善用Page的特性 再來是什麼呢 我要做全線控管 所以比方說 我們會在特定的Page 甚至什麼 可讀 可寫 可執行 或者說為讀 或是為寫 只能寫進去 當然也有可能是不可讀 不可寫 不可自信 這都是SS Control的範疇 再來是什麼呢 設計 我們前面講過很多次 我們在思考一點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讓這個 不再 就是假設我們的製程工藝 沒有突破的話 我們要怎麼在一樣的製程工藝上 讓效果可以去提升 這個是我們要一直想的議題 所以先來看這個畫面中 這個左邊的部分 畫面中左邊的部分在做什麼事 你可以看它循序的執行 所以 FetchDecode is good Memory right back 那你可以看說 這個每一道指令呢 基本上 基本上它需要這個 指令跟指令之間的延遲是多少 就是5個cycle 換個角度想 每一個cycle 事實上 只能執行0.2個 5分之1個指令 如果說呢 我今天可以把它拆成右邊這個模式 這右邊是所謂這個pipeline 那中文翻譯呢 一般翻成 管線 就是在這個翻譯 那也可以翻成流水線 這個東西比較麻煩 因為我查了很久 就是管線跟流水線 其實都有 早期比較多 不是流水線 那後來又叫管線 那為了 降低疑惑呢 我還是講英文好了 所以如果說 你今天有辦法拆成 右邊這張 右邊這張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它的延遲 注意到 指令跟指令之間延遲呢 我們如果用那個 right back的觀點 上一個right back 到下一個right back 基本上還是5個cycle 注意到 所以指令的延遲 就事實上沒有縮減 但是呢 它的 throughput 或是我們講CPI 事實上呢 就是一種 clock per instruction 事實上呢 它就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每一個cycle呢 有機會怎樣 注意到是有機會 執行到一個指令 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個pipeline不是那麼神奇 不是這樣照著排就行 不是照著流水線去進行就行 往往很多時候會有這個store 這個store呢 很大的影響來自什麼 branch 你說branch是什麼樣的code呢 像右邊這樣 如果I小一定 就I++ 如果I大一等於 就I-- 這東西非常討厭 就是乍看呢 這麼簡單的code 但是怎樣 實際上它會導致呢 我這個pipeline 沒辦法有效的去發揮作用 所以注意到 它會有這個store的狀況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叫pipeline bubbling 這個事實上 你看它說 這個 像這樣的一個code 你跟它說 這張code的關鍵地方是什麼 你看到嗎 這邊I++ 然後呢 I++結果呢 這個I++它回傳的值是什麼 在這邊來講 回傳值是原本的I 就是I++回傳值是原本的I再加上1 然後呢 之後呢 新的I的值再加1 然後assign到哪裡 assign到X 好 這個東西麻煩的地方是說 它事實上指令跟指令之間是有相異 所以這個導致了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會讓這個pipeline store 變得更顯著 所以我們這會叫pipeline bubbling 然後呢 如果說我們看得更細的話呢 事實上呢 這個 實物上問題很多了 事實上呢 一般來說呢 記憶體是很慢的 那 RAN的存取呢 需要這個60個neo second 但是事實上在 呃 如果你沒有接觸到RAN 你從頭都在 都在這個 register上 就在暫時器上呢 事實上 你是個位數人這個neo second 甚至還有可能pico second等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CPU在提升效能 所以 執行一到執行它混化的事情 是 neo second級的 甚至是pico second級的 但是RAN的存取呢 對不起 就是這麼慢 就是可能需要60個neo second 當然這件事在進步了 所以你看這樣的 DDR4 持續在進步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就是說第一個 機體慢 再來是呢 要怎麼讓機體這個 緩慢這件事可以降低 所以呢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cache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ache 好 我剛才講過這個level1cache level1cache 你可以看到它一般寫的時候 會寫32加32 就表示什麼 instructioncache 跟 datacache 好 那前面縮寫叫icache 那另外一個叫 縮寫叫dcache 好 它的延遲來講話呢 就是你可以講 L1cache的基本上它的速度 基本上接近了什麼 接近了那個 暫時器的速度 所以這邊來講話 我們做一個列表 就是以skylake來說的話 是 1nailsec的延遲 好 L2cache來講話呢 注意到 L2cache 基本上就距離cpu比較遠 L1cache 基本上在cpu內 然後L2cache 就遠一點 所以你看它的空間 可以大多了 但是它的延遲就增加到3個nailsec 到L3cache的時候 你看到延遲就增長 1個數量幾了 當然空間來講話就有差度了 主記憶體呢 竟然還有什麼 60個nailsec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排序例子 如果你的程式可以做到什麼事呢 可以儘可能降低主記憶體的存取 那你可以做到在沒有沒有資料結構 或者演算法的這個變更下 你可以去提升效能 這是有機會 再來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看得更細的話 這個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有個有趣的點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個Rain Rain是什麼樣的 它的全名叫什麼 Rain Assess Memory 也就是說它作為一個出存裝置 它的存取是隨機存取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存取到中間 假設它這個 你把它變成一個線性的組合 它是其實你存取中間 或是存取開頭 或是存取到最尾巴 其實它存取每一個單元的時候 它花的時間成本都是相似的 比方說60個nailsec 但是注意到Cache不是這樣的東西 Cache是循序的 它不是隨機存取的 它是循序的 所以一次我存取的東西 一個我們稱為Cache Line 所以比方說Cache Line 是34個byte 也就是說我一次存取是34個byte 當然有可能提升到64個byte 或是128個byte 基本上是循序存取的 那一般來說在intel架構下 在x86下是64個byte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在on的處理器來講話 有可能會比這數字大 完完全取決於什麼 這一個授權 就取得on授權的廠商 不管是什麼 Quacan Kavian 或是聯發科 這公司的牌子做調整 然後注意到它是sequential 那你說呢 為什麼這個sequential的存取會快 有個有趣的地方是嗎 如果你可以猜得出 下一次要存取的資料 然後預先從主記憶體把它怎樣 你想要把主記憶體 更新到哪裡 更新到Cache 因為Cache很快 注意到這張圖 就是說我每次存取到我的隨機的Rap 每次存取它的延遲呢 它有高達60個nailsec 但是呢 如果說呢 我可以在某些運算的時候的當下 我幹嘛 把主義機器的資料 先搬到Cache裡面去 好 所以呢 是不是你有機會把這個60個nailsec 省下來 有沒有可能 有 省下來之後呢 這個這個 我們這個叫prefetch 就是Cache 所以事實上呢 它有機會讓這個 程式執行呢 更有效率 因為我 我事實上 某個角度講 我已經降低了什麼 降低了這個 記憶體的存取 主記憶體的存取 好 然後呢 再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假設你考慮到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 就是 在做什麼事情呢 它試著把這個圖片 翻轉 好 所以看到這邊有個貓咪 有沒有貓咪呢 是什麼 是橫的比較多 重的比較少 好 我把翻過來變成橫的比較少 重的比較多 好 所以基本上這段程式碼無聊啊 對不對 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個來源 它就是依據它的寬度 好 然後呢 注意呢把它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那個開頭跟結束 所以你看到關鍵地方程式碼在哪裡 這是bis跟pite 所以把這個東西做一個調整 然後呢 然後就是tug在這裡 好 就把每個點反轉 好 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個程式呢 其實它很沒效率 好 那 這個東西有趣的點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要注意到 cash來講它有個cashline 好 所以注意到cashline的話它是sequential sequential 它是寬度的每一個單元 從這個單元低增到下一個單元 再來 再來 然後卡比到這邊來 卡比到這邊來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呢 如果呢我們把這個程式碼做改寫的話 然後這個改寫之後呢 好 注意到這段程式碼跟剛剛那個程式碼有什麼差異 好 注意到 這段程式碼跟剛剛的程式碼其實沒什麼太大差異 乍看沒什麼太大差異 在裡面學問可是有的啊 注意到這個順序 heigh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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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注意到這個順序 我們再看這段程式碼怎麼改 好 這段程式碼呢還是一樣 height with 然後呢 但是呢 它處理一個東西叫black 也就是說 我呢 存取的時候呢 我不要只一個byte接著一個byte 我先存取大一點的空間 而且呢 我儘管讓大一點空間怎樣 循序存取完 所以比方說呢 我這個block的 height 它就不是一個byte 它可能是4個byte 8個byte 所以是更多 好 注意到一件事呢 我做這樣的一個調整的時候呢 好玩啊 好玩 竟然效能變快了 所以原始呢一次只讀一個單元 後來變成一次怎樣 一次處理多個單元的時候 有機會變快 但是再多一點的可能變慢 好玩 那反過來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對照16對16跟原本的 這個有機會提升的嘛 2.37的效能提升 所以這就是好玩的 那叫什麼 剛才的程式碼來講 演算碼沒有改變 事實上沒有改變啊 但它的時間複雜度呢 其實也沒有改變對不對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它變快啊 這個就是很 我們很值得去想的 所以為什麼你要了解這個處理器架構 忘了就是說 你對這個件事有點熟悉 所以注意到 因為Cache的存取 基本上是遠比 遠比這個主機體來的快 所以你可以想說 Cache的存取基本上就是 比主機體快一個數量級 甚至有可能快兩個數量級 取決你的處理器架構 所以儘可能讓Cache 它的這個資料跟我這個 跟什麼 我預期的執行流程有關 當然我們講這個話 比較沒有那個什麼 是那麼精確啦 只有我們講Cache的時候 會再講更精確 但就是說 我們如果能夠去提升Cache的使用率 我們對效能提升就會越顯著 因為這個機體的落差很大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有一個很麻煩的議題叫做Branch 我們前面講Branch的時候 我們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Branch讓這個Pipeline 沒辦法發揮應有的效率 因為我們前面提到Pipeline 像我們原本提到 前面有一張圖 來回想一下 說如果你用循序的 那每一個如果它是五個Stage的話 你循序執行的話 你每一個Cycle 事實上你只能執行五分之一到指令 可是如果說你適度的去做Pipeline 你有機會做到什麼 你有機會說每一個Cycle 去執行一到指令 可是有個前提是什麼 那個前提是我整個執行的指令 都是這樣循序間記的 我都是很確定它已經是怎麼執行 可是Branch難的地方是什麼 難的地方是它可能會有if else 或者更多的那種組合 這導致說程式的執行 它不是符合期待的 那我們現在想說 既然這個Branch 會導致Pipeline 沒辦法發揮效應 我有沒有可能用拆的 假設我拆對 就是假設90%的Case 都是走紅條路 我就直接說 我就先走這條路 不行的話 再退回到那10%的Case 如果這樣的狀況是常發生的 有沒有可能對校民有提升 有 但是我要怎麼猜 才不猜得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所以事實上 有一大堆的方法 這個領域我們稱為 叫做Branch Prediction 那這個Branch Prediction 其實要考慮的議題非常多 所以我這邊先不講 因為這是新聞的概念 然後接著我們就 即將可以進入神奇的單元 這個Patterson 實在太強大了 跟你講說90分鐘介紹 我注意到 我們要講說90分鐘前進 要做很多準備 好 再來是我們 有一個很值得看的 就是在這個 中文的一個非常好的教材 這是清華大學黃庭教授 黃庭教授他做的這個 計算機組織的錄影 這講得非常好 我給大家快速看一下預覽 當然裡面有一些議題很需要更新 不過一直到今天來講 我還是很值得看的 那這個錄影是在三年多前的東西 所以有些東西已經 這個東西已經存在超過三年了 所以有些東西他可能需要一點調整 所以我們在後面會跟他一些提醒 那黃庭教授其實他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可能有人 比較知道黃庭教授的 會知道說他不只是清華教授 他以前是華航空姐 對你沒有聽錯 中華航空的空姐 那他在有很多訪談 講他的心路歷程 就是說他如何從一個空姐 他以前去學商科的 就是他大學的時候學商科 然後畢業之後去當空姐 那當空姐之後他就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心路歷程 他認為說他需要進修 那進修的時候他選擇一個非常難的領域 叫做計算力結構 所以他從非常底層的一路探索起來 那我覺得他的課程有一個很棒的地方是 他花很多心思跟你做比喻 然後花很多心思跟你從那種非常基本的概念 然後一路這樣探討到很細思的部分 所以這個議程很值得去 就是他的課程很值得去看 那這邊來講的話就是有些補充 就是說我們幫大家畫一下重點 畫一下重點 然後跟大家提醒說哪些議題是很值得看的 注意到事實上黃庭教授講的東西又更多了 只是我們相當於一個懶人包 那我們來先來看一下 這邊來講的話有幾個東西我要去看的 就是事實上有兩個東西我們要去想 那兩個東西就是我們所謂Computer Architecture 那其實人家討論到有一個東西叫Isa and Sunset Architecture 就是講這個指令級的架構 所以包含說我們前面講到Micro Architecture 是在這個領域的範疇內 再來是說事實上你還需要一個東西是嗎 就是這些機械元件 不管是Cache memory 這個Bus怎麼集合起來 這個Compute Architecture 所以這個Architecture是從外觀去看的 所以就說設計師就說 Isa就是這樣 建築設計師他畫草突然 怎麼去規劃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有一個東西我就有個經驗 有個故事跟大家分享 我的舅舅 我有一個舅舅現在是台大同步的教授 然後他在過往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是北二高的一個總架構思 然後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就是年初二 年初二回娘家 回娘家當然小孩子來講最大樂趣就是討紅包 但是我那時候就看到這個舅舅 就是其中一個舅舅 就像講那個台大同步系教授的舅舅舅 他就跟其他舅舅不太一樣 他就一直在他就拿著一疊紙 那時候我年紀很小 不知道那個紙的價格 那個是很重要 那就是北二高的設計圖 他就一直看那個紙 但是我在看那個紙 就覺得好專業 對不對 就是上面畫的東西 就好多方塊 然後方塊裡面還有很多很複雜的畫圖 然後就覺得這東西太神奇了 然後問他這什麼 他當然不能講 那是北二高 但是不能講 那就是有泄密可能 當然他也不讓別人看 我是任何人偷看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注意到一件事 他就在一邊規劃的時候 他就有這樣改 就是 因為對我來講 畫圖就是一個 一條線接著一條線 或者說一個框架去畫 其實不是 他一直在一邊畫的時候 他基本上已經畫差不多了 他就一直在算那個數字 我跟你講他在算什麼數字 後來我長大比較懂 然後跟那個舅舅聊了 或者說上一些跟建築有關的課之後 你就發現 原來他就在想怎麼去做出來 怎麼去規劃成本 就是我們要照一件事 以施工來講 成本 還有風險管理 以及什麼 承包商 他作為一個架構實在去想 我要怎麼讓這個承包商可以依循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今天看一個指令 下面講到什麼 像一些intel的指令 案子指令 基本上就是規劃 我要做 Data Move Data什麼 Data這個 等於乘法 加法 它就規範 然後去想 我需要幾個cycle 我做完了 但是光有這個不夠 我要想我要怎麼做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叫什麼 就是工藝製程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 就是說以目前來講 現在這個工藝製程的市場 或者製程工藝 這兩個詞都有人講 所以目前的工 這個製程來講 其實遇到很大的障礙 就是你時脈沒有要再拿走去 所以像前面在intel影片提到什麼事 他提到這個 用很多個cpu去做 然後我去降頻 然後我去想 我怎麼去 讓這些處理器跟處理器可以溝通 注意到這個東西對於製程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中間的這個線路密密滿滿 我要怎麼確保說它的良率夠好 所以事實上它一直都是一個工藝的取捨問題 這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再來是有些詞人來定一下 所以前面有幾個東西 CPI 一個指令 一個指令它需要多少clock 當然這個數字相對低 就是我們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CPI可以降低的話 我們整體來說 有可能就會得到效能的突破 注意到是有可能的 然後這棟long shot做大量的效能評比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benchmarking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benchmarking 專門來分析這個什麼處理器的效能 好那我們先來休息一下 那我們再繼續來探討這個 在一些處理器 認知上的一個概念 然後我們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我們前面講的這個 Power consumption 在前面intel那個影片 其實有很多細節被 被隱含 事實上有很多細節正在去探討的 在之前有一個朋友提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以寫任體開發來講的話 需要知道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供應商 供應商的一些這個CPU特性 這個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在台灣很麻煩 就是說 有時候的程式可能也不見得型的比別的好 然後表達呢 有時候也是比較 比較不清楚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這些都是大家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要求的 其實有時候就是說 嗯 就是表達 對 這個 你知道有時候這個 應該知道 這個東西就要去定義 這個vendor到底是什麼 是 Silicon vendor CPU vendor 或是Playform vendor 之類的 好 好 我先假設這邊 這邊講vendor是什麼 vendor講的是 像這個 華康 MediaTek 它提供的不只是一個CPU 它提供的是整個SoC SoC vendor 那我們要知道一個議題什麼 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SoC 事實上呢 它的這個耗電 會分兩個層面 一個叫做靜態的 還有一個動態的 然後 靜態的地方呢 就是 這個叫漏電 那這個比例是蠻高的 我們要 注意一件事 比方說像 像一隻手機來講 一隻手機來講的話 你會進入一個 你可能會進入一個模式 比方說 待機模式 但是要知道一件事 待機模式本身呢 還是有 還是有功耗 注意到 還是有功耗 然後這個 這個我們的術語叫漏電 就是說 事實上它已經可能沒在做別的事 像我們這樣 現在這個手機的狀態 沒有做別的事 沒有玩手機 沒有做別的事 但是呢 它還是有 會有功耗在這邊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隨著你這個 比方說CPU時脈的增長 如果你做更多事的話 它的耗電會增長 這個 這個兩個議題 都要去探討 所以你說這個 對任體開發重不重要 廢話當然重要了 因為 當然注意到 是要做好的任體的時候 比方說 假設你今天主打 低功耗 或者主打 可以讓最長的待機時間 這個東西 就非常重要 所以 事實上在 這個 要看到很細的時候就麻煩 不要讓人家 甚至看到PLL 看到 看到說他的getting 就是他的 getting的行為 這個事實上 如果有機會 跟vendor做 這些sticconvendor 或者是associationvendor 去跟他 談的時候 事實上可以知道一些細部資訊 不過 這個地方的know-how 就比較複雜 而且有些 有些東西我不能在這裡跟你講 這些都各個不同公司的經驗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要把產品做好 就是要考慮這些議題 好 然後再來是說我們進入到ISAR ISAR的層面 ISAR層面基本上就要去規範指令 就是指定題 然後它的風格 比方說 以MIPS的風格 大概就這樣 就是它的戰略器 我就標個 前面加一個 dollify 表示戰略器 所以比方說 這邊來講話 比方說我可以設計 就是source register 加總完的值 再放到什麼 bestination register 那注意到呢 這個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指令呢 不同的ISAR 它可能有不同風格 像這個intel的風格 這個on的風格 其實落差就非常大的 然後再來是說 還有一個戰略器 就是說這邊講的東西 是講這個MIPS MIPS 這個MIPS32 它是32個戰略器 好 接著是什麼呢 我們前面講那個pipeline 還記得了嗎 nswagefetch nswagedecore nswageescue 像這樣的東西 事實上呢 我們都可以對應到 實際上的電路 所以你要注意到 就在大學的課程裡面呢 你在學計算機組織結構 之前的前個學期 會學什麼 會學數位邏輯 所以在數位邏輯的話 你會接觸到 接觸到什麼呢 你會接觸到 你會接觸到 freeflow 你會接觸到那些 set reset 然後你會接觸到 接觸到那些 latch 出出什麼議題 然後你會接觸到 這些東西怎麼組合 為什麼要特別講這些東西呢 就是為了讓你可以 看得到這張圖 當然這張圖裡面 還有很多東西要看的 什麼multipressor 然後大家一些 整體的一些那種 就是那種 propocation delay 就是大家去探討的 所以如果說你看不懂這張圖 表示你可能需要 學習數位邏輯啦 但這 對不起 這沒辦法是我們進入可以涵蓋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先假設 你對數位邏輯的概念 或者你之後會去學習的話 所以簡單來說 比方說我們講 5-stage pipeline 就是insulting fetch 然後decall 然後執行 那執行主要就是阿路 然後 memory access 以及wrap 好 注意到 破兩個是因為什麼呢 破兩個的存在是因為有些指令 像我們前面講過的 有些加法 事實上它不用碰到主機體 它都是在佔領機裡面操作 所以我們把耗時的那種法 拆出來 好 再來是 在裡面過程中 其實你有很多東西要考慮到 像這個 data hazard control hazard 所以就是 基本上就是你要去看它的原因 再來是 解決pipeline hazard 你可能有很多解法 比方說有這個for voting 這個方式去做 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這邊只是幫大家畫重點 詳細的話 你可能要回去看一下這個 黃金教授的這個 現場教材 好 接著是什麼呢 接著是這個memory 我們前面講過的 Memory access 事實上這個 事實上的這個行為 其實還可以分得更細 以 不是那麼精確的說法 注意到 這個部分 已經改變了 注意到這一段的敘述 其實它已經跟 現行的科技技術發展 有點落差了 但是 如果我們比較不精確的方法來講話 你大概可以分成SRAN 跟DRAN 那DRAN的話 基本上就是快 所以 但是它貴 那這個 它的比較適用就是catch 那DRAN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 它的空氣很大 然後 所以很多地方會用到DRAN 像你的主機體 然後或者說你的那個 顯示 就是顯示用的機體 也基本上就是DRAN 像如果說你對Linux比較熟悉 你知道一個東西要很好 FramBuffer FramBuffer Linux FramBuffer 它本質上就是DRAN 所以 不要說我要顯示的內容 最終就是放在什麼 放到VideoRain 但VideoRain 本身上就是 就是 就是DRAN 這樣子的成本 才能夠接受 好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當然你可能又要快 又要積極 空間大 這個東西好玩的 所以事實上你是用快的 快 但是怎樣 貴 快 就是有快但是貴 以及便宜 又大碗的東西組合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我時候叫 Memory Hierarchy 去組合出來 好 那接著來去看的是說 這個 後面就跟那個Cache有關 我就先把這個東西挑過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了解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能需要 學到哪裡 學到這個Cache 那我們 我們 暫時還不會去 涉獵太多這個 Virtual Memory 我想要在以後再探討這個 作業系統的時候再講 所以注意到 就是我今天講的這個部分 我最終的目標是 可以引導大家去學習 作業系統 或者系統程式 或者一些效能最佳化 所以我們特別用一個 這樣的一個講座 來跟大家探討這個 計算機組織結構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有一個東西 要特別去澄清的 就是說為什麼 我們還是在用CPU GPU那麼快 為什麼不用GPU 這個理解好了 因為這存在太多誤解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需要來澄清一下 尤其這幾年來 因為這個 這個 Deep Dunning 因為什麼 訊登明 或者也不知道什麼鬼 反正這東西太複雜了 好 就是GPU TensorFlow Cuda 反正一大堆這種 這樣的應用 然後讓人家覺得說 GPU已經大幅超越CPU 好 注意到這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其實 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CPU做的事情 跟GPU做就不一樣 好 所以我們要先 與其問這個問題 問什麼問題呢 問說為什麼 人們還在用CPU 而不是用GPU 不如問什麼 不如問說 CPU跟GPU具體 差異在哪裡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CPU的用途是什麼 它是通用的 也就是說 你今天在上面 實施做什麼 加密的演算法 你可以在上面 執行一個作業系統 你可以在上面 做一個圖形處理 但是GPU 它是一個特製的 所以過往我們可以聽到說 這個GPU 它是用在什麼 用在這個顯示 或者在一些圖形運算 然後它可以發揮一些作用 但是不代表說 它在一般的情況下 是可以用的 所以實際上 GPU跟CPU它的那個 運作模式 有非常大的落差 CPU在循序可以做得很好 那GPU 不適合 甚至不能 有效的去做循序的操作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要了解這兩個東西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標定 不同的這個處理 然後再繼續看 好 那接著來看一下 我們終於可以看這篇文章了 在這篇文章來講的話 我們再講一次 它基本上涵蓋幾個新的議題 當然不是只有四個議題 其實它涵蓋的議題是很多的 好 接著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忘了提醒大家 這篇文章很有趣 它某個角度來講 它是可以 它不是死的文章 所以你不要把它當作成PDF 它其實它有些內容是可以 是可以 是可以 點 點擊然後有一些變化的 比方說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比方說像這個部分 它這邊看起來一大堆東西對不對 這東西超酷的 你可以這樣 點 然後這邊點 按的話就有不同圖對不對 你看這邊來講的話就有這張圖 Intel的跟按的就可以去對比 隨意到 請你善用這個功能 善用什麼功能 就是 對照的功能 所以它其實這篇文章很 這個網頁很棒 但是它是動態的東西 而且新增多種視覺效果 這個網頁上一次更新是在兩年前 所以我也幫它補充一些資訊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回顧到回到什麼時候呢 回到這個1990年代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1990年代是一個人類發展 意思上很棒的一個年代 1990發生非常多事 比方說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什麼時候寫出來 1997年 那鐵達尼號基本上也是在 也是在這個97年這個時候 然後呢 包含是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獲得巨大發展 在什麼時候 也是在90代 然後呢 CPU CPU很多廠商呢 在巨大突破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這個 CPU的技術 或者包含作業系統的技術 編一些技術 獲得巨大突破在什麼時候 就是在90代 然後呢 再來是 整個經濟的樣貌也很不一樣 你可能還記得這個 這個在90年代下半發展主事 亞洲金融海啸 那當時那個 當時 韓國啦 像三星這樣廠商 他獲得 他受到很大的 受創 但是呢 這個台灣呢 在這個過程中 逃過一劫 台灣的這個 當然不是說台灣的金融就健全 這個是兩罵之事 台灣的外匯存款多 所以在某個角度想 反而幫助了這個台灣跳脫 所以其實台灣在這個影響是相對比較小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比如說90年代其實它有很多東西跟我們現在 是環環相控的 這個幾乎塑造了金錢的樣貌 但是呢 在90年代有很多廠商 你現在已經看不到 或者有很多技術人現在已經消失到 所以你可能能夠說 世界上能夠做CPU公司 沒幾家 是不是 90年代初期的全世界做CPU公司 全部世界的做CPU公司 全世界處理器的這個廠商有多少家呢 有100多家 然後你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即便是成功大學 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排名可能也算惡流的學校 當然我們今天在成功大學直播啦 這句話不太過道 但是就是說 以成功大學來講的話 其實它不是什麼多前面的學校 都能夠做CPU 而且還不只做一顆CPU 那 像我們成功大學的電機器 在這個 在二三十年前就做出什麼 Intel相容的CPU 甚至還被Intel告 你要知道 能夠被Intel告表示什麼 你是Sunbody 對Intel還有點危險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在那個時代 像成功大學啦 那個工藝院 然後還有發言說一些台灣廠商 都有自己做的CPU 所以在九年代前有趣 那個世界上有 100多間這個CPU工藝商 好多種CPU 然後不只CPU 作業系統也是一樣 作業系統也是有100種以上的這個 100種以上的作業系統 那時候很好玩 比方說柯達 你要記得柯達嗎 伊斯蘭克達 那個柯達 那柯達是做相機的 柯達的相機很好玩 柯達的相機裡面用的處理器 誰做的 柯達 柯達相機裡面的處理器 既然是用自己做的 那請問他的作業系統誰做的 柯達 所以在以前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 一家廠商可能從這個處理器 然後一口氣包到這個作業系統 都有可能會發生 但是在90一代就高速的分工 那當然有些廠商就退出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那這張圖我們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Spec 這個Spec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Benchmarking的Tool 所以我們剛才不是講到那個效能分析 那這個Spec 那Spec 那Spec 是這個 有好多個廠商 一同推出的一個分析的工具 那它的網站 就很好記 叫Spec.op 所以就是一大堆BenchmarkingTool 那就可以來分析不同處理器的效能 好 然後回到這張圖 這張圖來講 它這邊分兩個部分 一個叫SpecInt 我們看到這個int 顧名思義就是整數 那這邊FP 顧名思義就是福典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我們來看1997年那個時代 1997年的時候 這個處理器有非常多 當然很不幸的一方是 1997年的時候 台灣人做的這個處理器 幫我們在我們成功大學 跟你們一起做的處理器 基本上已經out 因為被告 或是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其實想想有點難過了 就是說其實我們台灣人 在資訊領域 其實做的很廣 其實你可以回想 30年前 30年前你想得到的很多東西都是台灣人做的 主機板 台灣人做的 當然說那個四算軟體 台灣人做的 文書編輯工具 當然不是講什麼漢書 這些東西 台灣人做的 然後繪圖工具廢話 台灣人做的 中文書法 中文寫廢話 當然台灣人做的 然後什麼 倚天啊 01啊什麼都 太多了 然後資料庫廢話 還是台灣人做的 所以你要想 那個時代很有趣 就是說 好像台灣那時候 國力沒有說多不了不起 對不對 但是一堆東西不是可以做的 但你可以看到說 很遺憾的一方是 有幾個東西沒有 不是台灣人主導的 作業器材 電影器 細拼 這三個東西 台灣人沒有主導做 那個落差很大 就是你比方說 你今天 比方說你今天用的這個 你想看你手機裡面的軟體 多少人是台灣人寫的 基本不多了 非常少 甚至你看到一個軟體 覺得是台灣人寫的 你就覺得 你就覺得 怎麼可能 所以有時候 唉 有時候你想想 我們來看一個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叫什麼呢 這個軟體叫LSD 那LSD是這個素媒拍 素媒拍 素媒拍 內建的這個桌面系統 那這個桌面系統呢 因為素媒拍的銷售量 已經破千萬了 所以假設它的這個使用者 有幾百萬 也意味著什麼 LSD的使用者有幾百萬 你想說 一個軟體 竟然被幾百萬用 那不只這個素媒拍在用 事實上德國的法院也在用 LSD 巴西的政府也在用 所以你看 巴西 德國 然後還有非洲 有些地方也在用LSD 所以就 這個軟體好厲害喔 你說為什麼要講LSD 因為LSD的作者是台灣人 就是它的這個兩個Founder 一個是PC面 另外也是我 兩個Cofounder是台灣人 我們在2006年做這個計畫 但是 很有趣的就是什麼 結果LSD講到現在 絕大多數人都覺得說 不可能是台灣人做的 那你知道 這件事就會成功 所以就想想你這種悲哀 什麼叫成功 就是讓人家覺得不是台灣人做的 就會成功 好 所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在這個 97年的時候 這個 處理器還是很多 國家廠商 那麼看一下97年的東西 比方說這個MIPS 這個 當然就是 就是MIPS做的 然後這個 Alpha 21160 注意到 Alpha2164 是個奇蹟 這個傳奇 就是在處理器的世界 是個傳奇 那當時做的公司是誰呢 就是Deck 21160 所以有些廠商我必須帶著大家認識一下 不然你們說那個 因為有些廠商已經不見了 但是不代表說 它就沒有影響力 反而是因為它不見 然後它融入到很多地方去 那這個 這是 21164 它是由 DEC DEC 或者是說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那這個 這個 DEC這家公司 它其實對這個 電腦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它當時專攻的領域就是超級電腦 那 你可以看到說 21164 什麼時候退出 事實上它在1995年就被探討 那在 在這個 後續呢 就是 這個 有 就是 後續的幾種 是從98年 然後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今天用很多技術 處理器很多效能提升的 都是來自2164的想法 那2164呢 它 就是多核的 然後有很多很多先進的技術在裡面 然後它裡面上面搭配的作業系統有什麼呢 有這個VNS OpenVS DGO Unis Windows NT 那時候是高效能的代名詞 然後這個 它一開始 帶動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里程碑 所以你看它的CPU使脈很猛 對不對 直接衝到400MHz 然後再來是UltraSpark UltraSpark UltraSpark呢 它是過去是Sund Michael Sund Michael的 當然我們知道有些人 已經忘記這個東西 或者 連聽都沒聽過 所以只要帶著你認識一下 Sund Michael System 是矽谷的奇蹟 Sund Michael System 它是這個 它在1982年 1982年創辦 它半年就獲利了 這家公司超High的 那它基本上有 它裡面有幾個Cofounder 那裡面最值得一提 就是這一位 Bear Joy Bear Joy Bear Joy 是這個BSD 就是BSD的發起人 所以你今天看到什麼 FreeBSD OpenBSD NetBSD 基本上很大逼的 初期的貢獻 就來自這個 Bear Joy 的發起人 所引入的BSD 然後呢 在1982年的時候 2月份的時候 這四個 這四個共同創辦人 他就搞了一個Sund Michael Sund Michael這家公司 然後呢 Sund Michael 它的主要鎖定的市場 就是那些伺服器 他在很早的時候 就對這個 既有的市場 市場 贊成威脅 當時領先的廠商 叫什麼 叫APRO APRO Computer APRO Computer 是在80代 非常知名的廠商 80代 非常知名的廠商 就是 他在那個 伺服器領域 有很大的一個進展 然後他也是這個 圖形工作站 所以在以前 早期有一些電影 然後一些 如果沒記錯 會有一個什麼 讓我偷看一下 我忘記這個 他這個 這個跟 就是 Graphics 總之就是 有一些 有一些 好萊塢的電影 就是由這個 APRO Computer 它的圖形工作 帶來的 然後Sund Michael 很快就打擊 這個 就是 因為這兩家公司只差兩年 這個Sund Michael 在這個 1908年 他公司創立 半年後 就獲利 這個算 氣骨奇蹟 所以公司獲利之後 這個Sund Michael 沒有因為這樣 就停滯 他引入很多技術 所以他自己有什麼 他自己有 有這個BSD的技術 有UNIS的技術 然後後來他搞了什麼 他搞了NFS 還把Soft Code 放出來 然後後來他搞了自己 搞了一個什麼處理器 叫Spark 注意到 這個Spark 算也是一種奇蹟 因為 他在1997年街頭 然後他很快的對這個市場 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你要看到 Sund Michael這家公司 其實很偉大 偉大在哪裡呢 並不是說他的產值有多高 而是說 他這家公司做伺服器的 然後他有檔案系統 然後他自己有程式語言 Java 然後他有什麼 還有這個直接處理器 然後甚至他在檔案系統 又在突破 比方在ZFS 然後我們剛講的很多東西 它是Source Code 是Open的 Java的Runtime 是Open的 Spark裡面的內部設計 也是Open 然後巴掌ZFS 也是Open Andrefs 根本有講 很多作業器統已經內建 那 這家公司在這個 2010年的完成 被Olico收購 然後收購之後 所以這個Spark 就變成 Olico的財產 唉 這時候就要看得氣了 好 那再來Planet 2 這不用講 這Intel了 PowerPC 注意到PowerPC G3 PowerPC G3要特別講 這個是很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它重要呢 因為它是IBM跟Apple 共同捷徑 然後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有個電腦架構叫PowerPC 那後期改稱叫什麼 叫做Power 那這個是有三大廠商 IBM Motora 跟Apple 當然 有些廠商你現在已經沒聽到 Motora你都快忘記了 但是壓榨一件事 在1991年 這個所謂的AIN聯盟 Apple IBM Motora 當時在這個市場上 都很有競爭力的廠商 他們在開始思考 那需要一個新的出去 針對Gauchon 因為他們當時都會說 Intel架構下 沒辦法走到前面 注意到 1991年那個時代有趣 因為那時候Intel 還不是 其實Intel那時候 技術上還沒那麼領先 我們看一些數據就知道了 所以你知道知道一件事 就是Intel 你今天看今天Intel 你覺得他是老大哥 他吃掉市場上的 很大的施展 但注意到 1991年 Intel還不是老大 那時候 IBM Motora 他還不只是 技術上創新 他在市場上還是老大哥 那 AI聯盟 就引入一個很重要的新的架構 叫做 PowerPC 那後來改名詞 改成叫 Power Architecture 就是因為 它不是只是用在PC 事實上 PowerPC 或者Power架構 用的比較多的地方 是用在哪裡呢 用在電信 還有伺服器的地方 然後 然後 這個 Apple 這跟Apple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們知道 Apple 好幾款電腦 裡面用的處理器 就是用 就是用PowerPC的架構 然後 後來 這個 Stevenger 後來就把這個 把這個 換掉 把這個 PowerPC丟掉 換成 Intel架構 好 那 PowerPC 然後再來是PowerPC 然後再來是PowerPC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個好玩的地方 好 這邊時脈最高的 無疑就是 電腦時代的 就是 在當時的期期叫什麼 叫做 Alpha 21164 但是它CPU時脈就是400 然後這邊時脈最低的呢 好玩喔 叫什麼 PowerPC 它CPU時脈只有135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看福點數的效果 福點數的效果就是這個 Spec FP95的話 你會發現什麼 400MHz的 2164 它得到17.2分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CPU時脈只有 只有 只有 135MHz的 它的這個PowerPC 竟然可以拿到17.6 這時候你就覺得有點奇怪 奇怪的呢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落差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要講到 當時的時代背景 為什麼要講到時代背景呢 就是有助於了解這個 為什麼這種性質 Power2它是一個特製的處理器 這個處理器它用途來做什麼 股票市場 然後我們都知道股票市場 動輒就是 每秒幾千萬市場上下 這是很正常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講 股票市場其實需要什麼東西呢 它需要一個比較特別的運算 所以這個Power2它就針對這種 股票市場還有電信市場 裡面都需要大量的浮點數預算 所以當時這個IBN 推出一個Power2 就是鎖定這種特殊的市場 當然它的單價是非常高的 但是電信商或者是這個 股票市場它不在意什麼事 它只在意能不能達到最好的浮點數 所以反過來說呢 你看當時呢 你看到一個小B3 誰 小B3就是Intel 所以你知道Intel一直到90代的下半 才變成一個咖 在那之前不是一個咖 你看到它浮點效能 多差對不對 你看這個 基本上前面那幾個都把它 都是 甚至它兩倍以上 這個都落差 但是你看到Penten 2 CPU10麥已經拉到300 Intel已經花很多力氣 在它的工藝上 但是儘管它的整數預算是不錯的 在整數預算在裡面看起來 在這個很有競爭力 但是浮點數呢 就有很大落差 在這邊來跟大家講什麼事 就是說事實上呢 你今天看這個CPU 不能只看什麼 10mine 你要看它的具體的表現 甚至還要去反思 這樣的處理器 到底用在什麼樣的市場 再注意到 再講是 用在哪個市場 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好 這時候呢 我們來快速重點提示一下 所以就是你要 就是說 你不能只是從這個時脈去看 而是真正效能取決於什麼 同一個clock cycle裡面 一個clock cycle裡面 到底可以做多少事 好 接著我們來進入到 第二個階段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一個東西叫 ILP 就是指定陳情的這個平行度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 接下來去思考 好 那我們剛才提到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真正效能往往取決於這個 一個cycle裡面可以做多少事 但是下一個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做才會有效率 好 我們先來思考一下畫面中這張圖 就是畫面中這個圖 那這個如果你的指令執行 質量循序間接的 就是說你看 我今天假設我今天機體操作 是分成四個部分 假設我們今天是分四個部分 為了畫圖比較方便 我們前面講講的時候都是五個cycle 五個cycle 但是就是說 為了畫圖方便 我們把那個memory跟rideback 把它寫在一起 所以就是 instruction fetch decode sq 跟rideback 那如果說呢 像畫面中這樣 你這樣循序這樣執行的話呢 這有什麼問題呢 沒什麼問題 但是呢 它的這個什麼 它的這個CPI 就是說 每一道指令需要四個cycle 好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可以這樣排 就拍盤的設計 我可以這樣排的話呢 有機會做到一件事 就是做到 每一個 我們就看那個 執行這個 注意到這個藍色的地方 所以你看 執行 原本執行跟執行之間間間隔 是吧 間隔是四 但是這邊執行跟執行之間間間隔 對不對 它就是落差一 所以聽起來不錯對不對 從CPI4 進化到CPI指標 一 聽起來很棒吧 但是就是說 你要去思考它 其實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 每一個stage 其實它花的時間其實不一樣的 好 然後再更麻煩的地方是 呃 前面講過很多次了 記憶體的操作是這樣 是用花時間的 好 然後我們來看的時候 如果我們來看 Microarchitecture 再講一次 Microarchitecture 來講的話 往往都是指什麼 講這個CPI內部的設計 我們稱為 Microarchitecture 再來看起來是說呢 市場呢 它裡面一定會對應到 比較大量的這個這個 這個邏輯電 數位邏輯電路在裡面 好 那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領域呢 我們稱為叫BOSI 好 Maging Large 好 這個就是這個 System的這個 Integration 然後這個非常 就是說 然後再來是呢 每個邏輯呢 你會注意到它會有個Latch 去保持這個資料的這個同步 所以為了配合這個東西 會有個CPU SMILE 所以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要在意這個CPU SMILE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每一個 每一個 階段的那個訊號同步呢 其實都會有什麼 同步Clock 那 所以 我們前面有講過一些什麼 像Getting 好 注意到這個 ClockGetting 就是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這個 所以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要去做這個 要做 因為 在電路來講 你電路的訊號 兵分多路是沒問題的 但是真正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關鍵的地方是你要怎麼讓它同步 好 然後呢再來是你要去怎麼去讓這個 Power使用更有效率 好 所以我們要做到四度的東西 叫做 ClockGetting 那這個ClockGetting呢 它其實背後有很多 疑問 很多 值得注意的議題 所以建議是說 花一點時間 各位花一點時間 去瞭解這個數位 數位邏輯電路 但是也不要太沮喪了 至少以我來講的話 我是先選CPU Architecture 然後再去學這個數位邏輯 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只是說 如果說要對照一下 你說為什麼要學數位邏輯電路 到底簡單 我為了開發數位系統 所以看到 我開發數位系統的時候發現 計算機結構很重要 那計算機結構學到一般的時候發現 數位邏輯很重要 所以我就 我就反過來順序 當然 也沒什麼對錯 只是看你說 你怎麼學習 那我認為說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把 一句話當作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學習是一輩子 那這種東西它會變動 所以千萬不要把 電腦當作一死了 它一直在突破 而且我們作為工程能源 其實 我講過了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青春的投入 然後換取這個世界的一個變革 而且你我當作一個見證者 我覺得這件事是 遠比這個 遠比這個 這個 待遇 或者用那個薪水來的 更重要 當然我講這句話 好像沒什麼說服力 你說我 我 經歷過什麼科技新貴的年代 所以講這句話 好了我承認 但是就是說 我希望我們用更健 用更健康的方式去看待這件事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件事 其實如果說你看這個議題來講話 如果你看這個上面這個 Pipeline 其實這個關鍵的地方是 它真的畫起來 它真的行為不是這樣 其實反而是像底下這張圖 前面的Fetch到Decor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也是給我到這個Rightback 其實它涉及到這個 它是資料的 就是說因為你還有這個 比方說你有可能完全沒有碰到 碰到記憶體 你只在暫停進去操作 OK 所以你不用碰到Rightback 這是一種 進到這邊就沒有了 但是呢有一種Case比較麻煩 就是你要走過去 就是要走到Rightback 而且你還去判 還要下一些必要的這個操作 好 再來是什麼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Case 事實上呢 以程式執行來講的話 這個整數呢 跟浮點數預算 還有 還有這個Branch Memory 其實我們都是獨立的 像我們可以看到 像我們可以講這件事 在很多程式 其實它單單程序 就是只有整數一轉 這是最常見的 那另外就是浮點數 就是說你的程式能用到浮點數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通常呢 浮點數密集的地方 就不會有浮點數 通常浮點數密集的話呢 它就浮點數 相對來講比率就比較少 所以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我會把兵分多路 而且執行浮點數的時間 是比較長的 注意到 要處理浮點數 它要花的那個 這個 它的那個 CPU的周期數 明顯是多很多的 然後再來是 分支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會把情緒出來 這個我們之後再講 分支的重複 再繼續探討 再來是這個Memory Memory這個東西呢 非常的關鍵 關鍵在哪裡呢 事實上呢 這跟它的後續的行為 有很大的觀點 然後甚至還有 我們像前面提到 像什麼 prefetch 其實這個東西 也要考不進去的 然後再來是說呢 我們提到這個 Risk 就是這種 Risk的這種風格 比方說這樣 on也好啦 mips也好啦 這種Risk的風格 這個處理器 一般來說呢 我們的操作會有幾個 就是說 它是所謂的 no-store架構 就是說 no-store no-store 在Risk風格的設計 no-store架構是一個很經典的設計 所以比方說 PowerPC Spark Risk5 on-mips 基本上都是這種架構 這樣的架構是這樣 就是說 事實上它操作的時候 就是 它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 暫程序 暫程序對暫程序 這是最基本的 對不對 這所有架構都有 暫程序對暫程序 所以比方說 我把R0跟R1的結果 讀出來 然後做加法 加法 加完之後呢 把它乘到R2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設計 然後呢 暫程序的內容呢 我把它寫到主機體 我稱呼叫什麼 叫store 那反過來說 我把主機體的內容讀到暫程序 我稱呼叫none 所以這是很基本的 好 然後呢 注意到一件事呢 以暫程序來說的話呢 你可以 你可以做什麼事 你可以做 暫程序對暫程序 我們的第一種最基本的 再來是什麼 記憶體對暫程序 這個叫什麼 這叫做load 那暫程序對記憶體 這叫store 你能不能對 記憶體對記憶體呢 事實上呢 在暫程序架構是不可以的 當然是某些特別的risks 是可以的 比方什麼 super edge super edge 就可以做到memory to memory memory to memory 也就是什麼呢 它可以直接 做一個很有趣的操作 就是說它可以直接設定一個 假設你今天想要對 站 機體裡面的內容 就是比方說 機體A 加機體B 的內容 做加完加法之後呢 存到機體C 以super edge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它有時候有某些條件 某些條件規範之下 是可以做的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但是一般來說呢 注意到一般來說 這個risk風格就是 那幾個load store的架構 好 那這邊呢 幫大家複習一下 所以我們每講一段 我就幫大家複習一下 所以說 第一個就是什麼 這個處理器呢 把這個 把這個 資料存取群 放在好幾個階段 然後呢 因為每個階段呢 都有事情在做 但是呢 我們真正在看 在看那個 效能的時候 是看什麼 是看這個執行 就是說 我同個時間 到底可以執行多少 所以你看 即便是這個 即便是這樣的一個pipeline 你同個時間 其實還是只能執行一到執行 所以注意到 我們之後會講說 一些新的方法 讓同個時間執行 兩個 兩道以上 或是更多道之類的 然後呢 Stage跟Stage 就能透過Letch 傳遞一個下個Stage 然後呢 注意到一件事 因為會有資料的相應性 然後所以這個 呃 會有 會從這個 Escue 或是RightBack之後 拉一條線到這個之前 避免一些不必要等待 然後雖然是 Escue 其實是好幾個 運算單元所組成的 好 接著我們進入今天的重頭戲 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 其實今天重頭戲是這個 Super Scaler 不過在介紹 Super Scaler之前 我們必須解釋一個詞 叫什麼 叫Super Pipeline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Super Pipeline 好 我們前面提到什麼事情呢 我們提到說 我們做適度的安排 有機會去降低它的CPI 換個角度想 我們可以讓這個 在同樣的時脈 同樣的這個 製程工藝上呢 可以得到效能上突破 那你們想過一件事 欸 Ohh 那我就把Pipeline切的好細好細 有沒有可能 好 好 我們來玩玩看 假設你的Pipeline切的這麼細 切切切切切 切切切切 切切 切切切那怎麼細 所以原本你看喔 原本只有 原本只有幾層 原本只有七 一二三 四五六七 好 原本只有七 那我 就大幅度去提升了 当然这个数量也大于7了 所以我做这样的一个提升 那你说是不是速度就可以大幅的提升了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注意到一件事 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好玩的地方 这个 SQ 其实它拆你三个 有三个单元 因为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讲过 事实上知情的过程中 其实它有不同路径 有整数路径 有浮点数的路径 有branch的memory操作 所以我们先规划一件事 就是假设它其实它可以拆三个单元 这三个单元并不是Integer,Fault跟什么branch 不是 而是说比方说我Fault最多就是三个 一般来说它就要花三个 然后整数也许是三个里面的两个 那有些东西可能比较单纯 比方说branch 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当然我们就随便讲了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签成这三个单元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把Pipeline深度大幅的提升 我们称为叫Super Pipeline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注意到这个用語叫深度 注意到往下这个东西叫深度 所以我们称为叫Pipeline Depth 这边你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点 就是说我们先从这个画面中 这个时代就比较近一点 你找一下距离你现在比较新的东西在哪里 距离各位比较新的东西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这两个 就是比方说Intel Core i5 Core i5 然后再来是A57 A57的处理器相对来讲比较新 Core i5的话是什么时候呢 Heswell Bowell 就是在2013年 然后A57的话是在2012年推出的 所以你发现这两个处理器都是比较新的 然后你底下有没有看到好玩的东西 在哪里 Penum Form 然后它跟Penum Form这个东西 这个 Google 搜索一下 看一下它的时代 它的时代很好玩 这个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什么呢 这个时代是2003 注意到 所以距禁都是这样 距禁都是十几年的事情 好 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 再看一下 就是 画面中的标起来这两个 是距禁比较近的 对不对 这个东西距离今天都不到 都不到五年 可是呢 底下那个 最底下那个 Pipeline Depth 最深的那个 Penum Form 1 它的 Pipeline Depth 反而是最深的 好 从这个过程中 你发现什么事情 你看 最近的处理器 你用脑袋想知道 它已经是最快的 你虽然没有 你可能没有接触过 底下的Penum Form 跟Penum Form 1 你可能没有直接接触到 没关系 你用脑袋想知道 底下已经比较慢了 那你看到上面这些东西呢 不管是Intel的也好的 Aunt的也好 Aunt的也好 Aunt的这个Codex A15 或者A57 这样的 这样都是快的 反而现在比较快的处理器 它的Pipeline Depth 它没有 没有增加太多 反而你可以发现很近 你看Hassway Boway 或者这个 Stanity Bridge 它基本上 它的这个 Intel也好 Aunt也好 基本上他们都发现一件事 Pipeline的增加 其实对效能的帮助不大 有可能呢 有可能这样 Pipeline增加之后呢 深度增加之后呢 不只效能不会变好 反而只是浪费电 有没有可能 有 所以这是他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就是说什么呢 事实上呢 这个Pipeline深度呢 太深 没有帮助 只是浪费电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当然Pipeline深度如果不够的话呢 在那个效能上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比方说我们看这个Codex A9 那Codex A9 推出到现在已经10年了 那这个东西就跟什么 跟这个A57 就 它的Pipeline深度就差很多了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Pipeline深度呢 对这个效能有影响 然后呢 它对这个功耗也会有影响 一般来说 你的深度 深的话 效能当然 效能开销就相对比较高的 那现在处理器呢 来讲的话它陷入一个 不是陷入 现在处理器来讲的话 就有一个取舍 就是说它不只是要追求高效能 它也要考虑到功耗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有一个平衡 好 那快速帮他复习一下 所以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议题 就是说 我们在下 接下来讲东西叫Super Scaler 注意到Super Scaler 它就不是只是追求深度 其他 接下来讲的东西 就不是追求深度 接下来讲的东西呢 其实它追求的地方是 我要在同个时间内 执行更多的指令 所以你看 这张图好玩 你看 这张图 你看同个之间的指令有 1234567 对不起 我也换了 123456789 同个时间有9个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单纯只看Super Scaler Super Pipeline 同个时间里看起来就只有三道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 真正的主要是Super Scaler 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 Super Scaler再加上Super Pipeline 然后Super Scaler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议题去探讨 那接下来看这个部分 然后呢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回想一下执行 执行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分好几个层面 对不对 就是执行因为它的花费时间不同 一般来说整数最快的 那浮点数要花很长时间 那夹来中间可能是branch 跟memory这种 夹来中间相对来讲 这个时间开销相对 就是 落差 就会有相对的落差 所以接下来我们人们去想一件事 就是说 我光靠Super Pipeline 其实呢有个大问题是说 它耗了那么多电 但是同个时间能够直接出现 其实还是很有限 所以就不是我们要 就是这样的方法其实 限制很多 所以事实上 现代处理器来讲 它不会有一位追求深度 那既然没有追求深度 我有没有可能去扩充你的广度 广度 广度 或是宽度 所以注意到 Super Pipeline 追求的东西叫深度 Super Scale 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是它的宽度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件事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的图 这个字张图就好玩 字张图太美妙了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执行的时候 分成好几种 现在讲到执行 整数的什么 执行整数 浮点数 浮点数 或者是什么分支 还有这个memory 那如果具体来说的话 你看整数来讲的话 整数操作 然后写回去 浮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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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写回去 然后这个分支是怎样 测试 假如我这个 x大于0 如果是的话走这条路 不是的话走另外一条路 就是要分支 那或者说像memory memory的话就是读取某段记忆内容 然后读取某段记忆内容 然后读取另外一段 那干嘛 做完充填之后写回去 然后呢 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个 刷群抵扣的时候呢 我们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去分类 所以注意到啊 这边做一个东西 很重要的术语叫什么 叫做dispatch 然后因为呢 每一种指令呢 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你看哦 浮点数跟这个 机体的操作就缓跨时间 但反过来说 这个分支跟这个整数操作相对比较短 所以呢 我们在想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 把什么东西呢 把这个指令做好分类 那分类的时候呢 我插缝隙 你看哦 你看一到 我们用不精确的方法来说 第一个 一到这个浮点数的操作 事实上呢 它花的时间是两倍的整数 所以 我们可以想一件事 我们有可能把 尽可能把整数把它塞到一起 因为一般我们来说 整数跟浮点数 往往都是脱钩的 做整数的时候就不会做浮点数 所以我 我是不是用这个空档 做这个浮点数的空档 我多塞一个浮点数 或者说 做塞一个整数 通理 在这边操作来讲 多塞另外一道整数操作在这边 这就是我们去 要去思考的意思 所以 真正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就是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张图 那这张图就好玩的地方是 在Super Scale设计来讲的话 你看哦 它的那个深度 显然这样 它深度呢 没有什么 上面这么深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哦 像前面讲过Super Pipeline 它最多的时候呢 就三道 当然最少之后 有可能就只有一道 而且一道的可能性还蛮多的 你看 这边一次一道 这边又一次一道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一个Pipeline的Store 那个效果就落差就很大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今天我这个深度 没有那么深 但是我可以做到什么 我可以做到 诶 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 红的时间可以执行三道之类 意味着什么呢 它的CPI 大幅的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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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它的CPI就变成三分之一 或者是0.33 所以意思很大来 好 换个角度想 它指令乘级的平行度 就大幅提升了 它变成什么 变成三 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不用一味的追求深度 但是呢 我透过什么 intruching的Viv 注意到Viv 表示它的什么 宽度 我透过这个 缤纷多路去执行 真正的缤纷多路去执行 来提升的指令乘级的平行度 这是这 SuperScaler的一个重要事情 然后你说 能不能把SuperPipeline 跟SuperScaler 把它结合起来 可以 事实上绝大多数 今天看到的处理器 都是这样的东西 炮架构 SuperSpark AltraSpark α219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看 我又把 把的 这个什么 Pipeline的这个 Pipeline的这个 Depth 增加 然后再把 SuperScalerViv 增加 所以你看到 这个叫做什么 叫SuperPipeline SuperScaler SuperScaler 这里 你看它的 寬度就增加了 然后比较早期的 比方说AltraSpark T1 就比较早期的这个 出力器 来看一下这个比较早期是哪一个 哪一个 AltraSpark T1 每次看到这些东西都很难过 非常值得尊敬的 ScalerViv ScalerViv 接收 接收之后 这个 物事全非 然后 这个 AltraSpark T1 是什么时候揭露出来的 是在05年 所以距禁已经 已经 不知不觉过了17年 这个17年前的东西 诶 是17年 是12年前的 12年前的东西 那所以可以看到 就说这个 12年前的 AltraSpark T1 然后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的 就比较窄 然后呢 在后续的版本 就是这个 后面我们就没有插 当然这个数字不是同 当然这个数字都当变大 所以 这个 后续的版本 有很多就是 在这个 在List上 有一个突破 所以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这个 你可以看到说 这样的 Core Core i3 跟Core i5 所以它的那个宽度 就 宽度不一样 所以 看来讲话 这个Superscaler 它在于地方是什么 在于是同 你可以缤分多路的 那个宽度 好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现代 现在的这个 案的处理器呢 它在这个宽度上 就更大的 比方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表上最快的 案的处理器叫什么 叫做 Portes A A A75 好 注意到 那只是公布上 公布出来的 数字 其他有 后续的机种 好 那如果说你去看这个 看这个 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最近的新闻 今年 5月29号的新闻 也就是我们这个 Computest的新闻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Aun这家公司 对这个 台湾的Computest 很捧场 虽然你可能 对Computest 没什么期待的 你都看到一堆都是 showgirl 然后 这个 不知所赢的 一些摊位 但是其实这个 像Aun 它都会选择在 Computest 揭露一些 很新的技术 比如说Linaro Linaro Linaro第一次 出现就哪里了 在哪里出现了 就在台湾的Computest 那宣布了什么 宣布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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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n要 投入 以open source 为主的这个 Aun的生态系统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它发布记得回 就在哪里 在Computest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台湾人要接触Aun 因为 对台湾人太友善了 作为一个工程师 就是你要了解 这个公司 好 你看看下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 以 地表上最快的Aun出义器 Codex A75 那它的Stage的数量是 11到13道指令 就是看这个指令的形态 所以它的这个 它的是属于这个11个 11个Stage的Pipeline 当然有很多 然后你看 这个东西好玩 你看 我们刚才讲这个 缤分多路在讲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抵扣的时候 要看它类型 比方说呢 这边 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是一般的这个 Integer的R 所以一般的Integer R就是帮助乘法跟除法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浮点数 浮点数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设计到它的尼昂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的 显然这个数字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这边 整数的乘法跟除法是很复杂的 但它最多最多就到四个 当然加法就不用讲了 这差太多了 那你可以看到浮点数的话 这个不一样 浮点数只有12345 就花了就多了很多了 所以看到这个 这边有浮点数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这边是 这个地方是A73 那到A75的年代就更好玩了 A75年代来讲吧 你看 应该乘法跟除法 应该乘法最多最多到4 然后整数的除法呢 就到3 然后呢 这个浮点数呢 它就扣得提升了 还记得刚才是5 对不对 那边降到4 所以就是 这就是大家来讲话的 这个东西 每一次的四代 那就去分 依据它的类型 就花了很多心思去研究 怎么dispatch 然后呢 真正提升效能的地方就是这里 就是说我同个时间到底可以执行多少道指令 这个东西是关键 所以为什么 Superscaler 可以在兼顾效能的前面下 又可以提升 提升性能 很多时候就是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 instructional dispatch 做得好 那你就可以同时去把 维好多少道指令可以执行 那中间是不是要设计到排程 所以我们今天在一开始影片 跟大家讲排程 就是讲这个micrope micrope的排程 这个背后的学问很大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可以 这一次的讲座可以涵盖的 不过请你特别留意这个部分 所以比方说 这个取决于什么 一个是dispatcher的一个效能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它的这个 它的那个深度 所以比方说这个dispatch 它可以做到什么 做到每一道cycle 可以处理六个micrope 然后再过往 A75可以做到六个 但是过往A73只能做到四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探讨的 好 那这边呢 快速来复习一下 好 来快速复习一下 让大家复习一下这个部分 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superscaler 所以superscaler是透过它的什么 透过它的 它的 pipeline的depth 当然pipeline的depth 一直在增加 以实验来讲 以目前的 发展来讲 其实没有太大帮助 所以人们在寻求下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让同个时间能够执行的 刷取可以增加 更正确的说法是 我让它的microoperation 数量可以增加 所以你看到不管是A75 A73 或者Codex 或者Core I5 I7 基本上都在朝这条路在进行 然后呢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今天争论的地方 不是superscaler 或是superscaler 往很多时候架构都是这样理解 在这个政科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做 才能够让这样的架构 性能可以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设计考量是一回事 然后里面有很多思考点 要去思考 然后发展出软体的规划 所以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我希望这个讲座 其实帮助最大的人 应该是谁呢 其实不是IC设计的人 说真的 有时候IC设计的人 不需要听我讲话 你自己有更好的专业 也不是硬体的工程师 因为一样 你有自己的专业 但是我希望帮助最大的人 其实就是软体工程师 甚至还是说 现在你现在是大学生 你对未来的路 你就坚定要走资讯这一行 这个时候 你早点知道 处理器架构的特性 处理器架构的限制 你会知道很多限制 都是来自软体 比方说像我们前面讲过 Data Dependency 遇到Data Dependency 你的时候效能都达不到 所以你想 我要怎么调整软体 调整软体的发展 它可以导致效能有非常大的改变 还记得前面讲一本例子 就是讲图片 对不对 从横的转成重的 你如果做一定程度的修改 只要改一点点程式 它就可以提升2.7倍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事情 注意到 如果你可以针对Pipeline 你可以针对这个Multiple Issues SuperScaler去改善 你改善的幅度不是只有2 你可能改善到8 这是今天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在下一个阶段 会跟大家分享过去的经验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好 拜拜